大人 我将能央回后空分 把你舍得开 要跑一起去看看 竟有此起事啊 那本官可以去吗 大人 那您看 我们集团的审批 通过 小宝贝 那就要看你家的猫 能不能让本官盖成了 讨厌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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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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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您何故打小的呀 是耶 坏我好梦 一有屈子之道 哎呦 大人 小的是 犯错了 当然了 本官穿业五年 第一次梦到全色交易 还没想到就被你破坏了 哎呦呦 嘿嘿 打扰大人美梦 笑得该死 笑得该死 不过大人呢 现在有好事上门了 啊 是何好事啊 云州府的和元外 要花三万两白银 给他儿子何亏 买下销献献令 这和元外按说挺有悲情 为何会找本献令买官 哎呦 瞧您说的 整个云州府 谁不知道您安献献令梦印 背景深厚 人脉通天 行 那既然是冲着本官名声而来 那也不便拒绝 那过几日 让那何坤代替银票的简历 找本门报到 好嘞 小的这就去安排 啊 嘿嘿 哎 嗯 不过大人呢 嗯 近期卖官这事 咱要不要再缓缓 当今女帝整顿朝纲 杀心极重 听说最近又杀了一批 看官 那京城的刑场上血都没干呢 不用在意 如今当朝丞相赵元安 那篡位之心人尽皆知 那女帝还大开杀戒 导致皇权衰落 奸相实大 再这么下去啊 这大厦 怕是要亡国呀 喂 咱们得多捞银子 挖掌科技 万一天下大乱 生灵涂炭 我等也有能力保护百姓 大人英灵啊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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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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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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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姐 为何突然离不死亡啊 自朕登基后 大厦内有赵元安这等奸相作乱为祸 包有大悦匈奴等蛮夷之地侵略僵土 虽然有神威元帅保卫国门 朕 也杀了一批又一批的贪官 但百姓还是流离失所 凝困不了生 所以朕打算亲自到民间 寻找致氏能臣 重振炒纲 我微不私访 为何来这云州 因为这些年 唯有云州粮食多产 税收稳定 无冤无灾 定是有能臣之力 明白了 黄姐 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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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 鹅姐这黑路如此平整到底有什么小剑的 这也不知啊 哎 老伯 请问此地是何处 脚下的鹿又是何物 此地呀是云州的安线 这条黑路叫马路 是由水泥浇灌而成的 是我们安宪县令梦印所造 单凭此路 这朝中的贪官奸臣 一辈子都比不上这梦县令 这梦印绝对是个大财 是啊 这可是县令梦大人的功劳啊 姑娘啊 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十里滴 就到安宪县城 姑娘该到县城里看看 这梦印定是朕要找的知识能臣 光姐这是现场 堪比京城繁荣 关此地百姓面色红润 必定是安居乐业 生活不足 这梦印当有丞相之姿 是啊是啊 那个赵元早就该下台了 有好多好吃的 啊 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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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 杀人了 桑三敢欠我画二条的隐字轮 那你拿命 给老娘打 大胆 大庭广众之前穿着如此暴怒行事如此歹多 真當以為沒有人治你嗎 就聽老娘這個身堂姿送鞋 誰來管我 不知廉恥 今天非要給你點教訓 賀進花姐別急 看那邊 大膽給我封鎖賭場 把這個官兒娘押送至官府 等待參安 哎哎別動手 我跟你媽媽大人有交情 給我走 不錯不看沒有包庇話啊娘 想必這夢印定會關田賭房 關田賭房說笑呢 這賭房可是孟大人入骨的 你說什麼 你說孟義是貪官可有證據 這有什麼證據 這安線的青樓賭房酒樓 哪一樣不是孟大人入骨的 哦對了 還有這孟大人建的工廠修的馬路 都是為了賺銀子 這歷朝歷代還沒聽說過 有哪個貪官 怎麼比得過他 散了散了 走吧 原以為這孟義是智勢能臣 丞相人選 卻沒想到竟是一位仁盡皆知的大貪官 真是留你不得了 黃姐 這有點不對呢 若孟義真的是貪官 百姓對他應該恨之入骨才對 可我跟他們都不在意 那又如何 只要是貪官一律殺之 就不能讓霍蘭根源活著 可我總覺得有問題 不如 先去看看墨運動案之後再說 也可 黃姐 黃姐這孟大人怎麼都現在了還沒生唐 妄妙 實在妄妙 朕每日三更起床 朝堂大臣五更早朝 結果這小小縣令升到上午才升唐 這符合大廈律歷嗎 對 太過分了 我等死我了 不散散散散散 哎孟大人 看您還沒睡醒這個樣子 想必今天還沒升到銀子吧 要不 明日再升唐 雖然很困 今日也沒人給本官送銀子 當然這唐還是要升的 本官可是個好官 哈哈哈 這縣令 工人討論貪污就不怕發生謎變嗎 我官法性都不在意 看孟姻像長露子一樣 等真抓了這孟姻貪污的證據 刑場問斬 現在 官官清醒了 升堂 我看 奴家花兒娘 見過孟大 哎呦 花兒娘啊 今日又是毒仿岸呢 是啊大人 你一定要還奴家一個公道 本官向來清正憐憫 可絕對不會偏袒任何一副 大人 奴家最近訂製了一套 純白的糖絲送城 啊 什麼 本官看中的是白絲嗎 是公道 花兒娘 本官覺得你必定是被冤枉的 今日本官必定還你一個公道 謝謝大人 官商勾結公堂宣銀 何錦 給我拿下它 何錦 給我拿下它 是 黃姐別急 別急 等升堂結束 證據確鑿 再上這先例也不遲 張三母親張氏 拜見孟大人 裝紙地上來吧 這裝紙本官看完了 毒坊毆打張三致死 五座尸檢 輕傷十二處 頭部一處致命傷 人證物證俱在 花兒娘 你是否認罪啊 大人 吳家冤枉啊 張三頭部那傷 是他自己最久撞的 撞的 那你們為何還打他呀 張三欠我們毒坊三百兩不還 想要消債 便借酒膽 先來鬧事打砸 我們打他 完全是屬於自衛呀 怎麼 生花二娘 顛倒黑白 父母親 花兒娘啊 張三借錢不還 何否有借條啊 這是張三親手還要得怎麼樣 他去吧 張三欠錢不還 還喝酒鬧事 可以清辦 無妨賠償張氏 五十兩萬 大人英明 大人實在是冤枉啊 那三百兩 都是我兒子欠下的高利貸 不及我兒子又死了 無妨賠償在找門要債 我怎麼活呀 好好好 竟然還是毒坊放貸 還得張家親家蕩產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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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官最看不得百姓落淚 這樣吧 張氏 本官見你唯一的兒子身亡了 老五所依 這借條就作賣了 另外再讓賭坊賠償以利息七十兩 安葬費三十兩 養老費精神損失費 共計二百兩 如何 啊 大人 又賠二百兩呀 賭坊間接導致張三身亡 不賠的話 花兒娘去牢房做五年 賠賠 我賠 豈有此理 這貪官以為賠不了銀子就能了是嗎 這可是一條人命啊 王姐 看的還行啊 既然沒什麼意義的話 怎麼現在就 你這狗官都結毒坊如此潘 這大家律法何在 你這狗官都結毒坊如此潘 這大家律法何在 大賺交民 竟敢拋銷虎扛 你這縣令 毒坊放大還當街殺人卻如此輕盼 明顯是包庇花兒娘 公然充當毒坊保護傘 若被當今陛下知曉 定讓你人頭落地 我 好啊 原來是你這個賤人 故意找老娘麻煩是不是 我告訴你 孟大人如此清廉 秉公犯 可不是你都隨意淤滅 沒錯 張三借酒鬧事意外身亡 就算今日女帝在此 本官也這麼判 大膽 區區縣令竟如此藐視陛下 黃金 給我拿下他 是 我還敢動手來人把他們押入大牢 誰敢告示 我 大人 這這這這 這是皇家令來呀 什麼皇家 孟大人 我等乃是來自京城的皇商 這位是我姐姐 啊 不不不下去下去 原來是皇金國戚呀 怎麼不早點說 本官好給你背茶 哈哈哈 孟大人 你人還怪好嘞 哈哈哈 孟大人 你要好好判啊哦 不然被陛下知道了 會被殺頭到 這 本官也沒判錯呀 還敢狡辯 按大廈律法 這個案子必須關閉賭場 涉案人員一律死刑 以命抵命 還死者母親一個公道 真是凶大無腦 跟那個女帝一樣 你說誰無腦 罷了 看在皇商的面子上 本官 是要按你說的判斷 等官宣刊 吳謊放貸 當街毆打張三致死 花兒娘 以及吳謊涉案人員 一律死刑 明日 刑場 關閉 大人饒命啊 陸家山有老下有小 可不能死啊大人 過月 張氏琴姐 惡人自由惡暴 你不用謝我 非夜貴人 能否維持孟大人原判 你兒子身亡 這限定卻如此輕盼 你不應該恨之入骨 為何還要維持原判 貴人 你有所不知 我那個兒子 本來就是個破皮無賴 不忠不孝 他擺光家產 還借高利貸去賭博 如今打死了 對老神來說 也是解脱 但老神後半輩子 老無所依 身無分文 這壮志欠 還是欠著的 按孟大人所判 得到賭房賠償 對於老神來說 是最好的辦法了 可他是貪官啊 如此輕盼 只是為了包庇賭房 孟大人就是個好官 這麼盼 就是最好的結果了 就是 這張三本就是脫皮無賴 人盡皆知 張氏拿了二百兩 後半生養老不好嗎 放到其他地上 十兩銀子都拿不到 你們都不能侮辱孟大人 他可是把我們百姓 都放在第一位的 那說是不是 就是啊 說得好 姐 這孟毅好得迷信啊 這賭房背後 明明是這貪官 為何百姓卻不埋怨他 說你無腦還不信 非要嘗 這下被打臉了吧 做人要學會變通 你 姐 別說了 不然婚姻起明月 既然無人有益 那維持原判 花二娘賠償張氏二百兩 被告與原告和解 就此結案 大人贏我 多謝孟大人 退堂 哎呦大人 慢點 什麼大人累死我了 走辛苦辛苦 大人辛苦了 朕想不明白 這貪官明明是賭房的保護傘 為何拿他沒辦法 皇姐 我也想不明白 不如去問問他 大人大人 今日堂上的二位皇上上門拜訪來了 哦 快快快請進來 好 見過兩位皇家小姐 還不知道如何稱呼呢 夏青瑤 夏威月 名字真好聽 走 不知兩位姑娘找本官是有何事啊 孟大人 今日賭房之二 我們兩姐妹略有不解 何不解祸 這有何不解啊 你如此包庇賭房 就不怕陛下殺你嗎 殺我 本官算法了嗎 大廈官員不得經商 你入股安線賭房 慶樓就是一大罪狀 另外此次賭房之安 你不按大廈律法反正便是其二 但憑這兩點 就能讓你人頭落地 對 就是這樣 那本官可不怕 首先 這入股一事就錯了 那是感性不懂智力的謠傳之言 實際上是那些特殊行業交的稅收 本官要是沒記錯 大廈憲令有權利在當地徵稅 只要上報周府即可 所以本官合法 不歸 什麼 你還向賭房清樓收稅 當然了 收稅 是為了更好管控這些罪惡行業 穩定之下 避免慘無人道的事情發生 本官 這是為您所想 汪大人 你好聰明啊 那是 那賭房真案呢 那更簡單了呀 本官判罰之後 官兒娘有意見嗎 張氏有意見嗎 百姓有意見嗎 他打下律法 有意見嗎 孟大人 律法可不會說話哦 對啊 都沒意見 所以 如何定本官的罪狀啊 你這都什麼歪理 陛下有意見 他可是最討厭貪官的 而你 就是那個貪官 你要吸批的 誰說我是貪官 本官辛辛苦苦撈銀子 賺銀子 還不是為了安心的經濟發展 不然 官府沒銀子 誰給百姓羞辱到橋 誰給百姓天衣加石 難道本官沒銀子 那去找女帝要嗎 孟大人 你說的好有道理啊 不過說起來貪官啊 本官權當朝 當然不讓 什麼 你說女帝貪污 對呀 那個 聽說這女帝還未擇序 你到了欲求不滿的年紀 去年大廈戶部撥款二十萬兩名字 建立大廈藏書閣 這女帝啊 邀請天下才子入閣 你們猜怎麼著 那些才子 那可都是精通六欲 欺血旺盛 且我入閣三天出來之後啊 這可面色慘白 腳步浮腫 你這什麼炸幹了呀 你說這女帝啊 拿著忽悟不撥的銀子 公然白日宣癮 其乃貪污 這典型啊 你 你 走 死 夏威月是吧 你打本官做生啊 誰讓你思想那麼下流 藏書閣的才子是因為烤仙而導致的 真是呀 啊算了 本官不跟你這個女帝腦殘粉記載 我先削下腫 你們坐著 你 我 黃姐 這孟大人真有意思 當貪官還看出道理來了 等真搜集到鎮出馬上斬了他 可是黃姐 孟大人的道理很對呀 而且很有用的 那鎮錢放他一馬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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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哎呦 大人 河原外的公子何坤到了 有人上門送銀子了 快帶進來 好好 哈哈 黃姐 孟大人又要討悟了 先看看 何坤 拜見孟大人 家父何元外命我前來上任 哦 東西帶了嗎 帶了 三萬零銀票和您要的簡歷都在這 什麼上任 這兩位是 哦 喂 本官朋友 既然這銀子交了 那這蕭縣憲令便是你的了 天有此理 孟燕 你竟敢賣官啊 你這女人又犯什麼毛病啊 本官賣個憲令而已 販賣官職 按大廈律法當了死罪 我現在就在陛下佔了你 姐 別激動 別激動 這裡沒有問題 請要住口 人民官員乃朝群之權 只能任憑這縣令販賣 這陛下何在 姐 你自己都說了 他只是個縣令 他又有何資格賣其他縣的縣令官 好像 是有點道理啊 其他縣令自然是沒有這個本 但是本官別說縣令 就連是蜘蛛都敢賣 什麼 你 你就如此猖狂 二位姑娘 孟大人背景滔天 在這雲中 他舉鑑的人 任何官職都能擁到 胡扯 除了皇上 就連這雲中太守 也不可能有這賣官權利 難不成他孟印 還能大國陛下不成 若真要比起來 在這雲中 孟大人說的話 的確比皇上說的算 大膽 你可真在說什麼 孟大人 他這 不用在意 這女人剛才就已經一炸了 不過 你們要想看看本官實力 本官今天 就滿足你們 好好好 我倒看看你孟大人的本事 王太守到 哎呀 嘿嘿 你啊 是王毅 好像是上任立不上書吧 不錯 若被他得罪那奸響 豈會被貶成雲州太守 見過王太守 還麻煩您親自跑一趟 不知孟大人找本太守 所謂何事 這位是何元外長子何坤 想要求得肖憲憲憲令一職 您看 就謝謝點事啊 任命書拿去 官應已經蓋合 內容隨便寫 那真是多謝王太守 好 兩位大人真是膽大包天 如此買賣官職 就不怕陛下看見嗎 就你多事 怎麼還告訴你啊 就算今天陛下在這 這官我鬧麥 不錯 跟孟大人做生意 連皇上都管不了我的 如今有奸相把褲朝 這朝天老的萬頭 他管那麼多幹嗎 好膽 當真不怕陛下問罪 斬了你們的腦袋 怕個包啊 有種你讓他鬥我一下試試 不錯 皇上要是敢鬥孟大人 民州就敢喘了這大蝦 大黨王毅 你可還認得我 您是 新日鎮登基為帝 願大下國泰民安 天下太平 吾皇萬歲萬歲萬歲萬萬歲 皇 皇 你 皇太守您抖什麼呀 皇 啊 皇商是吧 沒想到您還認識這兩位 挺巧 陛下 這是叫你版身份啊 孟大人 這些二位可是皇親骨氣啊 小憲堅諒也行 走後在一起 也行 皇太守正式要緊 何必必謝 本座剛才聽何坤說 這孟大人背景通天 什麼官都買得到 難道這背景通天的背後 就是你這太守不成 王太守 咱就賣個憲令你怎麼還跪下了 不 可人 別說了 等討論下去 陛下知道 我們兩個就是 好低了 這咱可真是按規矩辦事啊 有什麼好怕的 大膽王毅 這肖憲憲令 你是賣 還是不賣 賣 哎 王毅 你身為上任立不上書 掌管天下官員任命 若非得罪趙遠安 幾會被下放成太守 難不成 你已經忘了立不是如何承治貪官的嗎 正是被先相守害 那官 更是要賣 放肆 你還把陛下放在眼裡嗎 夠了 來 下的一月 別整天陛下陛下的笑 我和王太守 好好好 我說你孟毅為何如此膽大包天 原來是你們雲州府上下蛇鼠一窝 既然如此 那就等著陛下前來問斬 你大 你一個女帝腦殘粉 真當本來會怕了你呀 我還告訴你 今天就算女帝親自這限令本官照賣 而且當那個人 別說限令了 三公九七六無上書本官照賣 就連皇位死的女官都敢賣 你信不信啊 孟大人 你好牛逼啊 好好好 本以為你這限令只是膽大包天 沒講到就是施心瘋 你以為女帝會配合你賣官不成 沒有買不到的東西 只有出不了的價格 並且本官這樣做完全不怕女帝追責 因為本官做的一切都是合法合規的 官商勾結 收賄三萬兩賣官 你跟本座說是合法合規 發錯 並且這不叫賣官 這叫能人舉見 這符合大廈官場的認知條例哦 你的意思是 這合規是能人 當然了 我們坤可是很優秀的 來坤把簡歷拿出來給他們看看 來看看啊 這上面可有他的介紹 做過主部 掌櫃 還與他父親合員外外出經商 與各大豪門都打過交道 人脈有 國安利有 那做個限令那不是戳戳有餘嗎 還行 但收了合規三萬兩 就不怕這合規掠奪名指名高 你好好看看最後一籃附加信息 合規是受制於布莊發展力 想把布莊移到肖縣擴大 帶動當地經濟發展 單憑這一項就能保證消限上千百姓溫飽 算是一個能人 但你們收了合規三萬兩 這就是受賄 一個願打一個願矮嘛 本官只是給我們坤提供一個尺的 再說了 這三萬兩銀子也並非我和王太守收取 而是大部分都上交到雲州府庫 作為認知保障金 何為保障金 合規上任的保障金呀 萬一他上任之後說的與做的不符 這筆銀子就是善後的費用 我們得對百姓負責嘛 既然如此 那這縣令 倒也能賣給何寬試試 像何寬這麼有能力的人 既能給官府銀子不說 還能帶動當地百姓發展 這縣令豈能不賣他呀 若是女帝在此 本官就敢開價買官 一百萬兩 買個製薄一千萬兩 買個肉不上書 而且銀子全部交到皇宮內褲 你看他陛下答不答應 賣 賣 現在就賣 姊姨 郭靖 這可是賣官 如今這大俠谷負空虛 這陣子官員又有保障 若真有個百萬千萬兩 陛下絕對願意 嘿嘿嘿嘿嘿嘿 如此一來 是不是覺得這官 賣得皆大歡喜呀 哎呦 但是吧 這如今大俠朝鋼混了 給女帝出高價買官 不值 你什麼意思啊 這等大官權利 哪不值了 因為如今 這奸相趙元安勢大 結葬營私不說 女帝還不敢動他 我若是買了官 這當不了幾天 就得被奸相排擠 放肆 真當以為陛下 怕了那奸現不成 本官自是知道他不怕 甚至知道 女帝擔憂 若是直接動了趙元安的話 大俠朝鋼會直接崩塌 道士皇 百姓會更難過 既然你都明白 又為何會這麼說 我說什麼呢 所以本官說這女帝腦殘嘛 只要是整點兒人 這省大俠卷力 單憑賣官這一劑 國庫就能盡銀子 而且還能扶持一批 皇家掌握的富有官吏 這除了穩定天下人心 還能對抗奸相 但那你 天天就知道殺貪官 搞得公關子為誰敢賣官啊 王爺 您是上任立不上書 賣官一劑有何見解 當年 奸相陷害本官 就是為了利誤 任命百官的權利 我還在等於 若能放開賣官之策 不但能招取能人 掃除牢中大品 酒囊飯袋 還能限制奸相等於 此句真是一舉莫得 不需要動用一兵一卒 就能壓制奸相 王爺 若我啟稟陛下 讓你重回吏部上書之職 您可有把握制約奸相 若是之前 王爺自然是沒有絲毫把握 但如今 若能成長天下官員認知之權 必有把握 遏制奸相等於 我這個乖乖 你比本官還牛逼啊 修書一封 王大人就能重回吏部上書了 當然 我 還是背景空天 孟大人 我姐姐可是很厲害的 黃姐 你真要讓王毅重掌吏部上書 如今趙元安娜奸相 聲勢浩膽 必須得有人制衡他 看遍朝堂 唯有賣官之籍最為適合 明白了 不過我發現 孟大人賣官還是貪污了 因為有一部分銀子 還是被孟大人稱為介紹費 雞他口袋了 朕早就發現了 若不是大部分銀子 都入官府府庫 朕今日就宰了他 孟大人貪得真有意思 不論是賭房收稅 還是賣官收銀 全都交到府庫裡 就跟直接把銀子送給皇家裡 有什麼區別 朕孟燕 的確是一個人才 朕還真不能宰了他 比較小心 朕生空虛 劍不散 天下無絕之一大躍 朕生空虛公子 認識在下 你這書生 來此處何事 有人出了一筆 特邀本公子 採取小姐信 大膽 你可知本作是誰 亂成賊子罷了 小東陛下 先我握進去 傳聞空虛公子無論在哪裡 都有四大美女追隨同行 難道 美人 跟三位打個招 他媽 下河 球星 東北 四大美人 紅金鐵骨 刀槍不入 今日就算是有千軍蓋子 也能取而等 誰手 三位 還是乖乖留下信 啊 哈哈 畢下快走 屬下指著真去展察時間 蓋子 別讓朕知道誰是幕後黑手 否則殺他十足 快走 快找地方躲起來 這裡 下雨 你好騷啊 好死 嗯 哎 一大半夜鑽本關筆紋 還不讓我說 不是我 刺激啊 你們倆 想跟本關玩一龍二鳳 你能打著別說話了 幹嘛呀 本關一個清清白白小伙子 豈能如你們倆如此糟蹋 糟蹋就算了 哦 還不上黑白小伙子 本關其能忍氣吞聲 我叫你別喊了 不是你們到底什麼意思啊 真當本關隨便的人啊 嗯 都叫你別喊了 現在完了 我沒有發自我 不知道你什麼意思啊 啊 兩位姑娘真是好幸福 這個時候還不怕關於 不如考慮考慮本公子如 你誰啊 本座 空虛公子 我看你是慎虛公子 是空虛不是慎虛 公子四大美人任我的城 我靠 你從哪拔的此刻老蟲 找死 敢不如我四大美人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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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媽的 誰能告訴我這是什麼情況 你傻呀 看不出來他們這局正要殺我們嗎 還不快逃 哦 哎等等等等 他們要殺你 跟我有什麼關係 區區一信令 卷入此事也算你倒楣 等我殺了兩位小姐 就順手抄渡你 上西天建國族啊 我靠 你什麼當詞 還想超渡本官 你什麼當詞啊 還想超渡本官 又凭我是空虛公子 慎虛公子 是空虛公子 慎虛 是空虛 激暴空虛的 空虛 不就是空虛 都說的是慎虛 混蛋你耍我 你還挺聪明 孟大人 這些人都是高手 再不走真要沒命了 不走 這可是我地盤 要是走了面子往哪放啊 你要是敢動我 我就讓你去見佛祖 哎呀 你瘋了 空虛公子乃天下 最厲害的五人之一 四大美女優式一流高手 這群人 就算在軍營中的來取自如 你就一貪官 憑什麼跟他們對抗 憑什麼 就憑本官在這兒 待了那麼多年 花了那麼多錢 養了那麼多人 研究了那麼多科技 你這信令 還真是孤如狂言 放言蠢天下 還沒人 想說送本公子去見佛祖 既然您想死 那本公子就成長 啊慢著 動手之前 先讓我給菩薩上股香 免得放下殺生 你這信令生拼袈裟 難道姓佛 當然了 本官天天拜佛燒香 並且還有胡子賜於我的 保命佛契 本公子總黑下零四 拜把眾多高生 還從未聽過 佛祖賜下佛契 哈哈哈哈 他們沒有 不代表本官沒有 佛祖寶佑 今日本官被迫無難 要犯下殺生之罪 望佛祖體諒 如此生死關頭 你還想著上香 你還要不要命了 孟先生 你是不是因為貪污太多 所以臨時報復獎 請去求佛祖原諒啊 瞎說什麼呢 本官的贏子賺得 是坦坦蕩蕩的 好了 胡子已經允許我動手了 哈哈哈哈 你這活倒是如此怪 你本公子看 必是羨慕 本公子還是送諸位 上西天吧 想送本官歸西 振虛公子 你可聽聞 難無加特林菩薩 難無加特林菩薩 我加特林菩薩 本公子未曾聽聞過 孤陋寡君 自等菩薩 連本官都要敬畏 本官手中的加特林 便是菩薩赐予我的 故身佛契 就憑這堆破頭亂鐵 也敢自稱是佛契 你懂得屁呀 真正的佛契 不在外觀 而在內域 死無名為南無加特林 一息三千六百段 就算面對千菊 殺人也如草芥 我勸你速速退去 否則 讓本官憑遭殺孽 擔當不起 是你家 哈哈哈哈 本公子還真是無名 就憑你這堆破頭亂鐵 還真想殺了本公子 什麼佛契 什麼佛契 你的信令 說了這麼多 不會是想拖延時間 穿舊兵吧 姐 我們有救了 毛衍 舊兵什麼時候到 若是能幹掉這樹上 本座進你大功 啊 什麼舊兵 哪有舊兵啊 就這幾個人 本官一個人就能幹掉了 那你憑什麼能幹掉這群人 四大美人可是刀槍不入的 什麼年代了 功夫好 有個屁用啊 姐 我還這麼年輕 要死在和尚手上了嗎 毛衍 本座認識你 真是倒了八輩子血眉 四大美人聽力 殺他 拉下 說了不聽 非讓本官犯起來是殺生毒 哎呀 惡彌陀佛 惡彌陀佛 這怎麼可能 四大美人刀槍不入 喂 起來吧 解決了 下梅月下青遙 吳大人 我就是死了嗎 沒死啊 好好的 四大美人 就這麼被你殺了 我靠 我南無家的林 一息三趁六百轉 哪個碳級生物能擋得住啊 這可真是可敵千軍的佛器啊 我真是喜歡 你買不買 買 現在本官手上就這一個 你不是喜歡銀子嗎 我出 十萬兩如何 此等佛器在我的手中 才能發揮更大左右 十萬兩 本官隨手一探就有了 這加特林要用銀子作價的話 最起碼得一千萬兩 一千萬兩 這可是大夏一年的過稅啊 我靠 本官這些年投入科研的銀子 估計其數 一千萬兩賣你算便宜的 要換其他人沒有三千萬兩免殘 那 那你怎麼著才能賣吧 對於本官 只要價錢合適 就可以買 叫不然 我把金瑶嫁給你 姐 你幹嘛 大膽 你竟然敢挑戰本官軟肋 你不願意 我 願意願意 畢竟本官還未取集 這真是便宜你了 京城不知有多少公子哥 都想著我們家青鳥呢 那這價錢你也不用買 就當取青鳥的聘名 你也未定 不行 我還沒答應 家青瑶 威月是你姐姐 能夠代表你的長輩 所以從此以後 你 就是本官的老婆了 不行 孟大人 我寫下說的 沒下說 誰要死 你不當本公子不存在吧 他這本公子的面 他就說 怎麼把你給忘了的 聖虛 你要不要出個招 試試我這加特林的威力啊 哼 本公子其實同時四大美人 悲痛欲絕不易在這 即日 新流兒的移民 人呢 想跑 快 孟順 洪虛 四大美人都死了 你還不快守舊秦 今天任務失敗 是本公子惹災了 啊 還須回去覆命 聖虛 你跟誰覆命啊 這 就不方便透 洪虛 你若實相 交代初步後之人 我還能饒你幸福 否則 否則夢獻令讓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啊 就是如此 哈哈哈哈 別以為佛系在世 就像上我空虛公子 哪有那麼簡單 啊 這是他的成名絕技 一見飛仙 我靠 還會飛 孟先生 來日 你若為加特林放生 本公子必須你向上人頭 靠 今日是留在你了 等他 又能別跑 鄭虛公子 就算你再會飛 今日 我也得把你留在這兒 哈哈哈哈 本公子的輕功作數 獨不符靈 就算你有加特林 也傷不了我 那本官今天就給你這個機會 你飛啊 繼續飛 想殺我 吃驚萬象 本公子苦練這一劍飛仙 當人 今天 終於派上誘程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該死 是這麼讓他跑了 好可惜啊 沈虛公子真是好身手 但你可知 時代變了 有聲鼓勵 嗯 之一的空虛公子就这么死了 火箭筒都发射了 岂能不死啊 不过这家伙还真是个高手 还能留得全身 这换成别人啊早就尸骨无存喽 这火箭头我太喜欢了 你卖不卖 你怎么跟个渣女呀 刚才喜欢加特林现在喜欢火箭筒 见一个爱一个 就喜欢怎么着 你就说你卖不卖吧 卖呀 只要价格合适都可以卖 那你说需要多少银子 这可比刚才的加特林贵多了 算一个有情价一千两百万两 一千两百万两 你怎么不去抢啊 抢钱那会卖军火赚的多 那你说怎么着才能卖吧 这样吧本官刚刚用加特林换了个老婆 现在不如用这火箭筒 再换一个 孟大人 你不会还想娶我姐吧 有什么问题吗 这可是火箭筒 只用擦换夏威月 往后倒推一千年都没这么用 放肆 就算全天下的男人都死绝了 我都不会嫁给你这个参果了 没得谈了 那不卖了 我 黄姐 孟大人好像真生气了 这家伙实在太放肆了 这岂能嫁给他 孟 孟大人 再给你介绍几个大家分枪怎么样 你介绍 启运凤雪 刺杀女帝失败了 孔虚公子和四大美人生死 孔虚乃天下五绝之一 四大美人更是银筋铁骨刀枪不入 欠军之中来去自入 为何会死啊 前方传来消息 是一个叫孟英的云州县令所杀 我扯 肖小一县令 有战本身 哎呀 父亲 情报的确如此啊 说是那孟英 有佛企家的灵狐身 瞬息间 别杀了那美人 空虚甚至施展出传说中的绝学 一箭飞心想走 结果仍被孟英所杀 你的意思是 那县令有神兵虎身 乃绝世高手 没错 女帝有孟英把握 想要用刺杀手段 绝不可能成功 岂有此理 好不宜找到刺杀的机会 竟然被这个小小的县令 坏了好事 那个女帝 是否还在云州 仍在云州还见 是啊 为父记得 云州附近有一群土匪 规模颇大 你前去替为父赵安 命令他们 封打安线 趁乱杀掉女帝 就算县令神兵不护手 还能抵抗万人大军不成 父亲英明 为父 只想你迷恋青瑶公主 是若成 请要由你处之 多谢父亲 儿臣 这就前往云州 等等 那县令 着实是个变数 你说 万一 你去把晚儿叫来 是 晚儿拜见义父 晚儿 安线之事 你可知否啊 晚儿已知 好 你从小习练魅术 对男人了如指掌 此次你同前与前去 想办法 前驻梦运 万万不可再 让他坏了我等大事 万万 遵命 黄姐 你真要把我嫁给孟大人 你不愿意 当然不愿意 我看你们两个挺合得来的 可你只是为了加特林 那是物质的婚姻 再说了 我的彩礼 凭什么要给你 反正你要加特林 我就不嫁 要嫁你自己嫁 朕怎么能嫁人 而且你是公主 为了皇师利 你牺牲一下自己又何妨 这加特林对朕啊 有大用 可恶 那你为了火箭筒 怎么不牺牲一下你自己 朕是皇帝 有问题吗 嗯 无计 见过陛下 见过公主 厮杀之事查清楚了 启禀陛下 属下只查到 公须等人都是一天资于大约 你这大内统领 办事真是越来越退步了 请陛下说罪 不过陛下 属下还查到一个是 与孟大人的佛器有关 哦 快说 据属下所调查 加特林火箭筒 都出自于孟大人所建立的献科院 安县类的马路工厂也都出自于此 献科院 听起来怎么跟公布似的 回禀公主 的确如此 据属下调查 孟大人每年花高价 聘请民间大将加入献科院 研究所谓的科技 而且每年的投入不低于一千万两 什么 一千万两 你确定 属下确定 因为这笔名字有账可查 都出自安县福库 一县福库 竟然会有一千万两银子 不对 这贪官贪的钱都在这福库里 也就是说 这家伙拿正的钱 都投到这县科院了 王姐 这不是你的银子 是阿县的 大厦都是镇的 银子也是镇的 那个所谓的县科院 连理应是镇的 就连他梦印也得是镇的人 不行 朕得去这县科院看看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能如此耗费镇的银子 贺金 你确定这县科院 是在这附近 是 属下也是偶然探查到的 过了这王家村就到了 这么年 一个县科院 建在这荒郊村落作甚 花姐 肯定是为了保密呀 就你聪明 各位大师 首先你们放过我吧 赵公子能看上你 是你的福气 乖乖随我等 去网山快 好胆 光泉化日之下 竟敢抢草民女 发箭 是 好好好 竟敢坏赵公子的好事 等着瞧 小女子多谢几位贵人相救 这是什么人竟如此大胆 启禀贵人 这些都是来自满山上的土匪 字号满山君 这孟义县令没派兵剿匪吗 孟大人曾有关注 可因这些土匪不来安县 所以未曾派兵 可今日这些土匪不知为何 会来侵犯安县 是谁敢扑外扑公子的好事 赵潜宇 你身为宰相之死 还敢出现在阵面前 想不到在这个地方 能见到陛下和青瑶公主 听闻陛下前日遭遇刺杀 潜宇担心陛下安危 特意前来此处 护送陛下回家 大胆 刺杀之事是你们做的 陛下 我父一脉都是忠臣 岂会做这种事 好好好 连你赵婉儿都来此地 怕是这赵元安 迫不及待想取战性命吧 陛下说笑了 我与兄长 不过是来此处交友罢了 你说交友 这赵潜宇在京城为非作歹不高 还来这偏远村庄 抢抢民女 就是 你这家伙荒淫无度 比空是公子还顺虚 以本公主看呀 等我都化柳之病 青瑶公主 对微臣如此了解 莫非是想与臣共度两宵不上 好恶心啊 走开 干嘛呢 敢在本官地盘上 调戏本官老婆 邦大人 小老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怎么来了 本官刚刚在县科院 接到消息说有土匪在此抢抢民女 就来看看 谁 谁啊 本公子 我你妈 就你强强民女啊 知不知道本官是谁 你是谁啊 本官安协县令 梦 一 原来你就是梦一 你知道本公子是谁吗 本官管你是谁 家父赵元安 哎 家父赵元安 再来一遍 家父赵元安 哦 当朝丞相是吧 怕了吧 我 哎 本官打的就是赵元 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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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对 破太阮 这 咱们这种有什么区别 不 我看你这倒死啊 还让他干什么 都给本公子上杀了这个县令 在本官地盘上 还能用一般土匪放肆 特种大队何在 特种大队在 给本官拿下这帮土匪 是 陛下小心 这些人堪比属下的大内精英 你没看错 大内侍卫可是千人挑一 属下不会看错 而且他们另行禁止动则成军 某种程度 比我们更加可怕 难不成 这梦印还会捅军之法 你们给我挡着 本公子一定会回来报仇的 要不是本官没到加特林 请让他跑了 蒙印 你要小心 那赵潜宇身为丞相之子 却鼠肚即唱鸭字必报 此次来到安歇 还勾进了莽山这批土匪 必有阴谋 那太好了啊 本官正好有个名头把他干掉了 启禀大人 敌人全部降服 接下来如何处理 全部修路老改进 是 带走 这姑娘也是土匪 对 长这么漂亮 怎么能是土匪呢 本官知道了 肯定也是被枪抢的民女 大人饶命啊 小女子是前几日被这群土匪 从河州劫掠着此地的 我就说嘛 本官怎么会看错 姑娘姓甚名谁 需不需要本官派人送你回河州 大人 小女子凌婉儿 父母被土匪所杀 如今 身无缺处 赵婉儿 你再瞎说一句试试 大威月 你怎么说话呢 那婉儿姑娘刚才才被土匪吓到 你要吓他 你 他和赵潜宇是一伙的 不可能 我若是赵潜宇 有了婉儿姑娘 还用去抢抢民女 早就快活了 孟大人之恩 婉儿感激天理 都不知 该如何报答大人了 你别动他 他就是个狐媚子 贱人 什么贱人 基本观看 这就是一位善解仁义的好妹妹 来 婉儿姑娘 如今你身无去处 不如先来本官府上 做侍女 按钝如何 不行 闭嘴 难道是女弟胖孟硬 婉儿谢过孟大人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只能陪伴大人左右 这趟出来收个侍女职了 走 恢复 赵婉儿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陛下 别点破网 毕竟你也不想孟大人 知道你的身份吧 大人 力道合适吗 嗯 再用力一点 大人 为什么侍女 要穿这么奇怪的衣服啊 这可是本官特地向花儿娘借的侍女服 一套堂丝送鞋 咱们讲究的就是一个氛围 赵婉儿 穿着如此暴露 真是不知廉耻 王爷 你让他走 否则我和清瑶今日就会惊 魏月姐 奴家有什么地方得罪您了吗 就是啊 那晚上都这么可怜了 你还不允许他有个住的地方吗 大人对奴家真好 王爷 你是本官的侍女 很快扎着你 谢谢大人 好好好 用美人计事吧 清瑶 给我上 姐 我主会呀 不用你何用啊 哎呦 大人 大人不好了 县城周边的几个村中 遭到莽山土匪劫持 他们放话了 说您得罪了他 十日后要来攻打安线 还说要取您相伤人头啊 夸 那帮土匪 本官不找他们麻烦 他们还找本官麻烦是吧 想必是赵千语调动了土匪 要许你报仇 看样子 了不得他们了 来人 随本官 前往莽山脚匪 不行啊大人 那群土匪租有万人 而且那那莽山 地势险俱 异所难攻啊 藏身之处更是无数 就算调及十万大军 那也是不用啊 这土匪势力就如此之大 区区土匪 想必孟大人 不会放在眼里 赵婉儿 你是故意让孟姨去送死 哪有啊 魏月姐 孟家只是觉得 孟大人很厉害 那群土匪肯定会被剿灭的 有道理 孟大人确实很厉害 你站哪边的 姐 我又没说错 你懂不懂军事啊 少万土匪藏在深山老林里 神仙手段也难狡辩 就算是十万大军前来 说不定也会被粮草吞垮 哦 知道了 孟大人应该有办法解决吧 大人 绝不能让那群土匪活着 赵婉儿 你再说一句试试 魏月姐 我家恨吐了那群土匪 想要报仇也不行了 报仇 我看你发不得让我们去送死 大人 婉儿 别担心啊 换做其他人 对这帮土匪肯定没招 但是本官 有的是办法治他们 真的吗 嗯 大人好厉害 奴家好崇拜 你说这干什么 你就一县令 称子调动百名县兵 如何抵抗万人突飞 哼 本官那些县兵可都是特种大队 就关于那群人啊 虽说气势不逊于大内精锐 但是想以一敌百 还是做梦 好 那本官就让你看看我特种大队的威力 是呀 对 传令关羽 前往往山交匪 是 蠢货 本 嗯 吃饭去 嗯 走 败家 报答 嗯 上诞 准备 交匪 孟大人 这些人手上拿的都是加特林 啊不是 这个东西叫火冲 若全是加特林 我还能信你 能直面万费 可就这些铁器啊 你还是趁早求救掉兵吧 别死在这帮山了 你说什么呢 本官的克种大队都上火冲了 还需要调兵 就是 魏月姐 我相信孟大人能剿灭这些土匪的 区区万人而已 孟大人肯定不会放在眼里的 还是婉人了解我 今日本官定能为你报仇 谢谢大人 这回你孟姻还不死 我赵婉跟你姓 那些土匪夺于莽山内 地形熟络 再加上人数众多 这上百人一上山 怕是瞬间就会被发现 你打算怎么办 哎呀 本官让你看看 什么叫做现代化战争 关云 把本官的侦察神器拿来 这是什么 这个东西叫做无人机 飞 飞起来了 厉害吧 这个是本官花了几百万两银的研究出来的 好厉害呀 可是孟大人 这个 会飞有什么用啊 难不成靠这东西去击败土匪 马儿 看看 这能看到躲在丛阴里的土匪 大人 这 这是莽山内的景象 哈哈哈 那这岂不是对土匪的位置了如指掌 那是 不然怎么叫现代化战争 孟大人好厉害 行啊老婆 本官厉害的可不止真一点哦 还有什么 这里不方便说 回头你来本官房间 我光给你马上来说 该死 兄长危险 这县令手段颇深 我得靠出来 大爷 除了这无人机还有什么 奴家也想听你细说 赵婉儿 你不准这些孟大人 奴家 贱人 再上前一步试试 孟毅可是青阳夫君 那个家事回头再说吧 先干正事啊 当然了 有莽山画面还是不够的 为了行动一致 咱们还得加强同学 官员 发放对讲机 孟大人 真是何物 这家对讲机 手持此物的两人 能在方圆实力内联络对方 正好覆盖莽山范围 千里传音 这不可能 谁说千里 实力还是没问题 官员 本官现在下令 各种大队分成十小队 即刻前往指定位置 等待号令 是 一号小队就位 等待某大人指示 二号小队就位 等待某大人指示 死乃只会神器 行军打仗 若是有这东西 岂不是即刻调动军令 所以说 实在变了 所有人听令 向指定位置前进 开始 交配 赵公子 我莽山 地势险军 一手难攻 就算来十万大军 本房也能守得住 就凭那县令 如何攻打莽山 大王 不好了 安身别打进来了 弟兄们损失惨重 死什么 一群废物 对方人多 不会躲避保险 大帅 前朝弟兄们都死完了 而且 都没看到对方是谁 没看见对方是谁 人就死没了 对 死的去那边脑袋上 还有个小洞 不知道被什么杀了 难道是 加特林 周公子 什么是加特林 根据情报 此乃加特林菩萨 赐予那县令的佛器 此佛器杀人如土狗 一息三千六百转 就连五绝之一的空虚公子 与四大美人 眨眼就被击杀 世上竟有如此的力气 那县令岂不是无敌了 大王莫慌 此佛器 梦印只有一斤 我们莽山人数众多 莫慌利用地形优势 后也能耗死他 就是这个道理 带奔王亲自去 走 这什么东西 怎么回事 对方人呢 与大王 这榜山不安全了 弟兄们会被靠死啊 不如全部下山 先攻打安心 拿人数 靠他们 好 本王定要斩下那 暗信令的人头 上 这就杀了土匪大营了 他这部队真厉害 这就是火虫 威利和加特林一样吗 不一样啊 加特林一席三千六百转 而火虫只有一席一转 对付空虚公子那种高手 还差了点意思 但是本官特种大队 仍受一只火虫 对付土匪 那不是绰绰有语 区区土匪罢了 怎能难倒本官 玩儿 你说是吧 啊是 孟大人真厉害 该死的县令 哪来那么多手段 兄长怎么还不出手 哼 赵千语就会死定了 当然了 本官要把那小子大谢八卦 哼 孟大人 这特种大队虽然厉害 但此地还是不宜久留 若等莽山土匪下山 怕是我等都走不了了 赵婉儿 都攻下土匪大赢了 你还敢闪花招 让我等配兵 我告诉你 赵千语逃不掉你 对月锦何出此言 婉儿只是见此地开阔 那土匪又有上万之重 若是下山冲锋 可特种大队这一点人 怕是挡不住啊 就那帮土匪 只会固守顽抗 岂敢放手一搏 这 他们怎么敢的 完了完了 这回女权不定了 你这乌鸦嘴 快点跑 万一真等上万土匪集结 怕是我们都会死在这了 来不及了 婉儿怕是要与孟大人 死在一起了 区区土匪罢了 就算万人又如何 正好本会一帮大姐 你疯了 这里不是莽山地势宽广 就凭百人献兵 如何抵抗万人冲击 快点跑 他们若能伤本官一根寒猫 本官跟他们相 对对对 有孟大人在 那还用跑啊 反而就在这 与孟大人共精粹 嘿嘿嘿嘿嘿嘿 站住 杀我猛权好汉 趁着还得走 土匪就土匪 还好汉 你就是献烈孟业 今天我就拿几人头 洗脸我死去的兄弟 你这贼手 本官劝你乖乖束手就擒 接受劳改 否则本官若动起手来 而等性命不保啊 哈哈哈哈 笑话 想去本王人头 问问兄弟们答应吗 孟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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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以为有加德林护身便肯无忧 看看吧 孟大人有数万好看 堆也能堆死你 赵潜云 你乃丞相之子 却勾结土北 攻打献成 这等造反之罪 你爹都保不住你啊 啊 谁勾结土北了 本公子 只是知道 莽山好汉 与你们有仇 特意前往子弟 调解恩怨罢了 孟大人啊 你最好识相点 乖乖给本公子磕头认错 还能饶你一条小命 否则等 莽山好汉全部出洞 你怕是连尸首 都保存不了完整的了 你可真够无耻的呀 不过 既然知道本官有加德林 而等 当真不怕死 知道莽山的吗 怎么来的吗 怎么来的呀 就是不怕死 帮来的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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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 竟然比本官还嚣张啊 真以为你们人多 本官就治不了你们 不就是加德林吗 今天 就是天上我三万兄弟的性命 也要全军心灵的手机 莽义 莽山土匪人数众多 士气震望 此战 攻心尾上 你快把加德林拿来 配合特众大队的火虫 脚灭千人后 土匪并会崩溃 啊 还打到什么时候去 更何况 老官也没带加德林 什么 你没带加德林 汪大人 那土匪冲来 国家岂不是完了 这回 你梦运还不死 别担心 本官带了其他东西 你把火箭筒带来了 没有 那火箭筒成本太贵了 对付这帮土匪本能和什么 你加德林没带 火箭筒也没带 你怎么对付这帮土匪 你不要让我们死在这 别担心 本官自有办法 关于 带领兄弟们布置镇定 是 这是什么东西 这玩意叫迫击炮 专门对付眼前的战争 你确定这迫击炮能剿灭土匪吗 你就当这是菩萨赐予我的第三届 对不起这玩意炮下 我组都超度不过来啊 更何况本官准备了这么多 真的是加策灵火剂 哎快叫我悠悠 官员把炮弹拿过来 是 哎本官教你啊 这第一步呢 就是瞄准 可以这样吗 对 然后第二步呢 就是把这粗粗的大炮弹 放进被洞 这一步叫装弹 然后呢 咚 哈哈哈哈 然后就会把对面 炸的牛牛 净吹牛 招死 当着本王的面秀恩来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答应耳朵 本王单身三十年就突厌你们这种眼狗 在今日本王抓了你们 定要收你们这把你们的屁 一切本王心头之恨啊 行了 知道你是单身狗 所以本官劝你识相点速速离去 否则 尸骨无存 你是天灵 你当你真的是三套六臂吗 就你们这十几个馆子 能阻挡我上官大军吗 真是头铁 这是加德林搏迹 今日不确定限定的手机 小刀们 给我撑啊 太炮 这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 我地球是白鸿鞋的 本官说了 这可是加德林负责的工程神器 这排阶高的威力 就比加特林还大 考上此物 一元鞭合名万军 我男人真厉害 我以为是是不行 玩家家的 为什么姐姐可以 我就不行 那以后卑月也不行了 来 方圈可坏是吧 今日本官说了 一个也别想走 大王 赶紧跑吧 这也没粉丝惨重啊 别跑 去梦印手机车 上瘾天亮 这神经病吧你 这不严重是天灵下满 其实我怎么突然可以对抗呢 是吗 是 飞鸽 你答应过我父亲来 要顾入这安心心愁 闪开 我请了为他见下 生命再死 不是土匪 你们怎么能这么不讲戏语 我先听他了 就你调戏青鸟啊 就你调戏青鸟啊 孟前凌 你不要冲动 我只是来调截猛山 和你们之间冲度的 赵公子 你觉得你说这话 本官会先 勾结土匪 调戏青鸟 哎呀 不快家庭求饶是吧 我这赵云爱 又让你杀了我 你真当本官不敢杀你吗 勾结土匪 攻打献致 这得造反之罪 也不救不了你 不 你不能杀我 陛下 我兄长不能死 你得救他 你在威胁阵 飞也 兄长可以死 但不能死在孟大人手里 否则我义父震怒 必将之孟大人的死地 那孟大人岂不是很危险 你去啊 但只要不杀 赵青鸟就没事了 不过 孟硬正在东路中 怕是不能上了 此事好办 我等三人齐心协力 必能让他回心转 大人 奴家好害怕 马上不怕 土北都死光了 仇已经爆了 大人 原本爆了称 奴家应该高兴的 但奴家刚听魏月姐说 这赵潜宇是丞相之子 你若杀了他 当今丞相定与你不死不刑 奴家不想离开大人 不过 蒙英 赵潜宇暂时不能晒 否则赵元安必定会对你 安卸 难知整个云州汉治入骨 对 我可不想跟孟大人分开 没想到你们三个 为了本官的安全 如此娇人 那这赵潜宇 今日不杀了 回家 打了个仗 真是累死本官了 婉儿 发来替本官按摩一番 婉儿 我可爱的婉儿 大人什么事啊 按摩 赵潜宇被俘 你这侍女 有点起始不安啊 婉儿 大人 大人不会见你吗 这有什么好介意的 明天就回 哎 这点盘着拿着 谢谢大人 不行 不能让他走 夏威月 晚上已经很可怜了 回到家里 他他可说他什么他呀 如此好的一个侍女 你怎么就对他意见那么大 算了 让他回吧 不过 赵潜宇那边你打算如何处理 先关着呗 这等堪比造反的大岁 回头等他爹交一次的熟人 孟大人 你还想赚真相的隐藏 当然了 哎 我那枪炮一响光金万两啊 这次剿匪所获 虽然说能屏障 但是本官从来不做宝本的事 作为大头 就奸相儿 孟大人好厉害呀 那这得要就多少银子呀 赵潜宇勾结土匪攻打 安县罪证无三大 那边也得二十万两 这么多呀 那这丞相如果不出银子怎么办呢 不出他儿子就没命了 你一宪令 跟丞相要银子怕是不妥 火到一击 说 这陛下与奸相水火不落 不如我去请示陛下 让他处理赵潜宇帮你要赎金 好吧吧 你让陛下狠狠要回头本官分他一半 好 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啊 亲要交给你照顾 我这就回京命见陛下 你哦 哈哈哈 本官带你换套衣服去 走啊快 可爱 义父 事情经过便是如此 兄长任务失败 已被女帝押送至京城天牢 谁有此理 赵渊安 雷夏二十年 第一次有人敢跟本相要银子 那县令 当真率领百名县兵 击退万人 义父 婉儿和兄长 以及女帝亲要公主亲眼所亲 说如此 猛烟 并不能做仇 则他将是下一个神威元帅 归坏了本相 大师 怕是已经来不及了 女帝已动了爱才之心 不久之后便要招孟义入朝堂 你不懂 你帝那一介女流之辈 优柔寡断 据你所言 那县令那一巨坛 你岂能轻易如此 让他有朝 不然 何故隐身份 义父英明 这猛烟 能文能误 属实来与对付 看来本相 针对他的弱点都说 那该如何对付 一带贪官 从来不会错过灾情 何州之地已爆发 一光两天 本断到何州太守一直封锁 从未上报仇 三日之后 我让他放开灾情 何州之地与元州相近 猛烟 绝不会放了这种陶铁神言 到时候铁正如山 本官又让女帝 亲手斩了这个猛烟 义父英明 晚上这就去办 不过 兄长怎么救 只能等女帝提出条件 千云不得不救 这是赤裸裸的样子 这次本相是认灾的 不过 本相迟早不让女帝 困回来了 天下大乱之后 计划 也该启动了 打死 那天下大乒 大乱之后 这是我们的 不过 大乱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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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青平身 有事起奏 无事退场 律师大夫 李宏有事要做 前日为陛下审阅赵令 宣云州太守王毅为经 重掌吏部尚书之旨 此举怕是略有不妥 有何不妥 王毅曾多次违逆赵丞相之命 阳奉英伟 行了你闭嘴吧 赵元安你合一 启辩陛下 臣认为 想清楚再说 天牢还压着一批土匪呢 差点忘了 前日还在任地手上 臣暂管吏部之事多年 早已身心乏力 既然陛下有意召回王毅 臣自当共鸣 丞相大人 上朝之前不是说 为了钱 本乡家宰了 你分了 好那这事就这么决定了 朕呢还有一件事 还请丞相解决 陛下开口 臣岂能不错 这朕的内裤啊 没银子了 如今皇室成员 失穿用度都成问题 陛下 此事不成问题 回头臣命户部拨款内裤文银 十万两 大发掉花子呢 十万两 三个月就花完了 更何况 你让内裤过钱 那岂不是花在那天 想必丞相 有不少家底吧 陛下 想要多少 怎么着 也得一百万两吧 陛下 万万不可 丞相大人一身清廉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财 更何况 如今国库困难 陛下 如此不张 一用十减十度 以效天下 哦 国库困难吗 那这天劳用度也能缩减 回头杀一批人 减轻一下国库负担 且慢 陛下 陛下若真要一百万两 臣想尽一切办法 凑多 不过 陛下若还有其他要求 臣便无能为力 丞相大人 您今日为何如此放送陛下 不错 应当让陛下索与解释 与国共苦 你们这几个王八蛋 这和正好是吧 赵元 朕呢 也并非得寸进尺之日 回头音字到了 朕给你一份免罪诏书 谢陛下 给臣一日时间 给陛下送上一百万两 这家父导怎么会出现那么多的灾民呢 去调查 此事乃是人祸 河州灾情已爆发三月云 河州太守非但不振灾 反而故意封锁消息 玩而不忘 才造成如此局面 该死的 该死的 河州太爽 金调宰了他 陛下 当务之急 应当是救灾 的确 湖布立刻拨款 抢往大农司 配合河州赈灾 陛下 湖布 此时无钱赈灾啊 这国库不是还有两百万两吗 陛下 内带灾情 都会有奸商散步谣言 都会导致 粮价飞涨 而河州如今 足此灾存严重 粮价 怕是要翻几十倍 要买市价买粮 怕是连十万贷都买不到啊 那你告诉朕怎么办 事到如今 应当让大农司调动库粮 用于治灾 陛下 我大农司虽说有粮 但是去年粮食欠收 如今库粮只剩五万 可河州的灾民有三十万人的 九万一人一月一代 以及赈灾两个月时间算 解决河州的灾情 起码需要六十万贷 难道放任灾情蔓延吗 陛下 万万不可啊 逃荒的灾民数量庞大 这恐慌的情绪 一旦扩散到全国 怕是一把我可收拾 西群废物 没一个能解决事 陛下 陈道友遗迹 或许能解决此事 说 此次灾情河州 与河州较近 而河州粮税稳定 救灾有余 河州太守王毅 又将重回地部尚书 需要公寄不如大农司拨粮三万 不不再拨款三十万 交由王毅 给河州占塞 如何 可 我不不负责拨款 我大农司 负责拨粮 丞相大人英明啊 这灾情的锅 就这么甩死去了 此次差 这是给皇上书一个比地功的机会 他若办成的话 也入国精 动 动 那梦念 别想好过 但向这一段 将农见三调 那天子 云州太守王毅 即刻正在 孟一照页安着剑下冲着云州 去真希望你和王毅能好下家子再见 小宝贝们 你们藏在哪啊 孟大人 我在这呢 哈哈 孟大人 奴家在这呢 挑 特兵本官找到你们哦 否则 啊嘿嘿嘿嘿嘿嘿嘿 娘 脸蛋真有弹性 脸蛋真有弹性 让本官亲一口 找死哎呦喂 谁敢打本官 夏威月你打本官起次了 别以为你是亲耀姐姐 本官就不管拿你怎么样 打你都算轻的 谁让你对我动手动脚 切 也不会少分肉 见过魏月姐姐 你怎么回来了 我再不回来 你怕是要和这个赵婉儿共事一夫了吧 哪有 魏月姐 我怎么敢跟青瑶姐姐抢大人呢 忘了先量 忘了先量 出大事啊 你 你啊 把照顺吧 来往他手 河州爆发大气荒 三十万灾命出逃 陛下下事凑了二十万两名字 和三个修梁命我云竹正在 啊而且 下了密函 指名道姓 让你冲冲准主持 什么 三十万 让我主持正在 是 妈的这女体不光脑餐 还他妈不是个东西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你还不让本官说呢 是我建议陛下让你扶持震灾的 王毅只是给你俯促 你给本官添麻烦啊 这么大的坑 甩过甩到云轴 陛下拨量拨款啊 就那点有个屁用啊 连十字都撑不到 这次本官了 回头我要做个女的小人 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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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大人别说了 陛下毕竟是天子 对 孟大人 你不能这么说陛下 孟大人 还是先想想办法吧 你不准怪陛下 因为这都是赵元安在朝堂上的建议 什么 这奸相早知道不放他儿子回去了 赵潜宇处理好了 陛下讨了一百万两 这是你的五十万 拿了银子好好赈灾 陛下果然英明神气度不凡 孟大人 你这也太现实了吧 什么现实 有银子就是爹就是娘 哈哈哈哈 陛下让我和王太书赈灾是吧 被夫妇所措 合着 只要给你银子 什么都能办成 当然 都是小问题 就看银子到不到位 孟大人 你这是个法子吗 小问题小问题 别说三十万 就是再来三十万 本官也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快说 报 王太书 麻烦您跑一趟 把云州各地同僚全部叫到这来开会 记住 尤其是跟本官买官那些人定要来 我这就去找去 怎么办 换身影响 各位同僚 陛下下旨 令我云州酬粮赈灾 还希望各位大人客进职守 竭尽全力 黄太书 此次灾情颇为严重 三十万灾民 凭我一周之地的粮食 这恐怕不够啊 不错 如今 这民间粮价疯涨 我等 还要防备 治下保险缺粮 那里还有多余的粮食 就不够了呀 这个工种 我等还需要谴慎 若震灾不成 让我云州各地出现粮筐 这让大夏 是上下霜啊 本太书知道 各位大人都有 所以才召集大家前来商量 毕竟 狂命谈毁啊 姐 此次灾情如此严重 不错 粮食缺口很大 不然真 也不会真的到此 孟大人 您如此安然自得 可是想到赈灾的法子了 对啊 孟大人如此淡定 得有解决之法呀 各位不必惊慌 办法 咱是有力 刚本官职子在想 怎么做这件事 生意 孟大人还想借这次灾情赚银子 当然了 这么好的机会 本官必须好好赚 什么 还想借灾情做生意发国难财 你就不怕陛下想了你 啊 生意不给做 那这灾情云州可不救了 你让陛下和奸向自己重量赈灾 就朝廷给那撒瓜俩子 想白表我云州几十万蛋粮食 那我给了 朝堂上的这都不是东西 陛下就是看我云州过了几年好日子 小蛙我们老体了 技术历朝历代 那么大的塞情 哪有甩锅给一周吃的 行啊 还是先赈灾吧 孟大人 还是说说赈灾的法子吧 王太守啊 如今 我云州库粮有几何 这么多年 经过各位同僚的努力 我们云州粮有精粮六十万蛋 什么 云州有这么多粮 那岂不是可以轻易赈灾 大呼小点 什么呀 云州是有粮 大不能全都 这何不能都 那是云州这几年的储备粮 用来防备灾情用的 都是陛下子民 怎么还分地狱 下微月 你给本官闭嘴 整天陛下陛下 说陛下真有能力 河州灾情还会发生吗 朝廷让我等云州赈灾 若是储备粮用完了 之后云州发生灾情怎么办 哦 河州灾民你看不中 那我云州百姓就都不是人了 本官是云州的负责 只对云州负责 若是陛下不满 那我关闭城门封锁云州 让那些灾民去精神招女帝 朝天相 孟大人所言有礼 无论如何 云州都要留有储备 不过 这女帝前些日子为本官赚了银子 本官还是给了个面子振栽的 炮干嘛 看他呀 孟大人 所以说 所以王台首 这次拿出一半苦粮 总计三十万弹 去阵灾吧 好 不过 孟大人 阵灾需要六十万弹 这 还差一半的缺口啊 谁说三十万弹 将粮全去阵灾了 先拿出十万弹 比价 云州粮商 另外再拿出十万弹 给下面的小吏 还有咱们几个官员 分一分 再说一遍 分什么 分粮啊 方燕 解之胆大包天 连趁灾粮都敢他送粮商送官员 唯独不送专民是吧 姐 你先别激动吗 孟大人这样做肯定是有道理的 什么道理 他这是赤裸裸的小贪污 夏威月 你不懂就别下场 你觉得人家清阳乖乖坐着听不好吗 我不懂 这灾情 最怕的不是缺粮而是人心 本官拿出十万弹精粮 补贴给云州粮商 为的就是让他们稳定量价 稳定天下人心 可你分给你们几个官员小弟又是什么事 你傻 那震灾震灾谁去震啊 竿女帝去震啊 不还是我们这些官员和小莉吗 啊 河州官僚都瘫痪了 我云州官僚若是吃不饱 谁去放粮 谁去收拢栽民啊 你做个话 你有吗 你一根都没有 知道什么外力 能解决问题的他就是到了 你解决什么 哈 这么一分 朝廷震灾的粮就剩十万弹了 你还怎么救灾 接下来就是本官要说的 各位同僚 你们大多数都是跟本官买官才做上的县令 都算得上是家境丰厚人脉不大 所以这一次 就要动用你们的资源了 孟大人 有事您吩咐 不错 我等 相信孟大人 这次就算贴银子 我等也要铁掘灾情 啊 不用贴银子 而且各位还有得赚 我需要各位召集整个大厦的粮商 用官府精良 按照一对十的比例 兑换麦夫 先换一百万麦夫 当震灾量足够灾民吃撑了 然用麦夫震灾 那麦夫是人吃的东西吗 那是作为畜生的粮草 都灾民灾民了 有的吃的不错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你可知 这天下人心叵测 你用精良去振灾 先不说够不够的问题 光是在这当中领取振灾量的 又有多少是真正的灾民呢 现在河州灾民 那可是草根树皮 壽之殆尽 有麦夫吃就不错 连麦夫都能吃的 那才是真正的灾民 不行 绝不能用麦夫 那灾民就会动乱 将会引起滔天大祸 不用麦夫也行啊 那你要朝天播两啊 老子被我逼逼叨叨 要不是何周灾民冲着云州来 本官才懒得管理烂他 姐 我觉得贩卖副也行 王开手 你说呢 我觉得孟大人的法子不错 毕竟粮食问题解决了嘛 这耽误之急 伤百姓先吃着东西啊 好好好 你们真是 暗关一窝 姐你别走呀 孟大人 能不能再去劝劝温月小姐 去吧 不知道你们有饭什么 给你 啊 各位同僚 我等继续上一阵灾呀 姐 你要去哪 回京 真不想见到那贪官 否则迟早会被他气死 可是何周灾情 只能拿成那样的方法 朕就算饿死 也绝不会吃麦夫 我相信算你也不会吃 陛下 为何急着走啊 滚 否则朕斩了你的脑袋 好嘞 陛下您慢走 这孟大人还真是个人家 义父不得把这事给捧过天啊 如今证据确准 本姑娘得赶快回京 见证了成大戏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离禀陛下 恩有本奏 朝向何事 臣含河元州太守王毅 安宪限定 孟业占灾时 二人滥用职权贪污行贿 私下倒卖灾粮 其行径败坏律法 流算朝廷威严 往陛下彻查 以正清廉 丞相大人 这其中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 希望是误会 但事实的确如此 虽说此次元州 调用精粮三十万弹 用于战灾 一架倒卖 但众同僚可知 其中十万弹 被那县令梦印 一架倒卖 粮商 安慰其名曰 稳定人心 稳定粮价 另有十万弹 为元州上下官员瓜分 只有剩余的十万弹 用于战灾 但却从精粮 贯成了麦夫 我大厦开国以来 从未有如此 霸装的贪污行径 如若不免惩 我等一朝 将一冲半年 只要是充满了大厦 岂有此理 我大厦震灾 从来没用过麦夫 一入官僚 政府划到共同挂捧灾粮 至朝鲜于河地 陛下 我等请求 立刻抓拿云州全体官僚 斩首示众 此事呢 朕也略知 但河州灾情严重 云州的震灾之法 实属无奈之决 陛下 就算再没有办法 也不可如此贪污灾粮 此理一开 后来这番番效法 将被谦 妥骂 不错 若后代官员也用此法 贪官将会越来越多 陛下 更可怕的是 若灾情 肩上作乱 内夫 必会涨价 到时候 可真命要吃的东西 梦运此举 愧队列祖列宗 带坏了子子孙僧 大农司 必不认可 你们什么意思 把王毅 孟毅 二人押赴刑场 栽鼠示众 请陛下下旨 请陛下下旨 难道朕身为一国之军 连个孟毅都救不下吗 陛下 河州传来消息 灾情 平息了 不可能 三十万灾民如何在短间内平息啊 是不是河州官员再次难报 我等大内侍卫已经派人亲眼去河州探查 所到之处 河州的灾民躁动已经被彻底平息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陛下 这主要还是 主要还是云州的梦印县内的计划十分成功 他用精粮犯麦夫的方式 筹集到了一百万单灾粮 灾民对麦夫没有意见 灾民并没有考 反倒十分感谢朝廷和官府 而且以往出现的抢粮食的情况 此次并没有出现 这是为何 据灾民所说 抢粮食的人一看是麦夫 纷纷地表辞出了嫌弃 精粮换麦夫 竟还有如此好处 这云州的梦印对人性的把控 实在是惊人 不可能 就算粮食充足 可单平河州一地官员 如何处理那么多的流窜灾民 这正是属下要说的 此次除了云州的官员和粮商 在得到补贴和分配的灾粮后 朝着河州 在河州一路尽心尽力的赈灾外 孟印县令还将朝廷给砸二十万两白银 和三万弹精粮分配给了河州其他官员 大德 还给河州的官员分赃 陛下息怒 原本处于贪犯的河州官员 在得到孟大人的补给之后 运速的组织起来 利用麦夫分配给了灾民 防止灾民乱窜 另外 河州的官员 还将再逃的河州太守 缉拿归案等待陛下审论 好好好河州太守也抓住了 朕妖亲自问问他到底要干什么 此次河州丹请 云州镇灾有功 宣 王毅和孟毅 敬惊面胜 勇工行少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新瑶 朕这妆容如何 黄姐 孟大人惊惊面胜而已 也要打扮那么漂亮吗 什么漂亮 朕要的是威严 等朕与他见面 我看这贪官 还能说出什么歪理来 孟大人肯定会被黄姐 下傻刀 陛下 河州太守 已经开口 对灾心之事全部都招供了 他说了什么 河州太守对灾心之事 确实又可以瞒报 但是他也不是主谋 是有人指使他这么做的 是谁 丞相赵月安 好好好 赵月安 你当真是大厦的好丞相 心无人心到这种地步 真是留你不得了 合计 秘密调动禁军 冷梦一进击灭胜那日 捉拿赵月安 是 父亲 河州太守被捕 快出卖你吧 急什么 学学婉儿 父亲 这都什么时候了 能不急吗 若是让女帝知晓 河州灾行 侍您下来难报 这怎么可能放过咱们一家呀 河州太守 肯定招供 想必女帝也以知真相 她肯定 要对为父父受了 那夫妻还等什么 咱们直接反了那女 老狠无造 大月 你派人入京 另外 你为父 还在等 董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江大人 可安好 蒋同领 二十年前与您边关一别之后 至今为腾思下一句 托丞相红福 这些年来 蒋某步步高升 坐上这进军同领之位 如今 报答丞相 哈哈哈哈哈哈 看样子 陛下是对本相要动手 进军已经控制了京城 也包围了您的丞相 碰得好 法尔 看茶 此次以茶代酒 敬蒋同领 大月若成 必报答蒋同领 好 干 干 哈哈哈哈 几年过去了 想不到 我又回到这金鸾殿 恭喜王大人 同回吏部尚书职位 同喜同喜 陛下 一定是不会忘了孟大人 不过孟大人 此次 是你第一次入朝 万万不可失了的遗书 王大人 您放心 等会本官站在这会一排装死 绝对不引起 并不注意 孟县令 您此次 正在有功 稍后陛下还要问话 万万不可占到 如此至于的 公公啊 这本官啥也不懂 您看 给安排的合适 又不齐耳的地方 孟大人如此大方 那本公公稍后 就为您安排到位 你就是县令 猛艳呐 不愧是探官无利 现在就开始贿赂 欲嫌害变 你谁啊 等官办事 还都能找你管 咱下午 道元安 百官之手 你说 我能不能管 连丞相大人都不认得 果然是个 九品芝麻官 不错 今日 就凭这赢票 你不能赢下贿东之队 应当送判 早元安 我等静静面胜 还到 还可组不成 王爷 就算了 这区区县令 如何资格进入朝堂 何况 败得这贿赂 赵丞相 本公虽为御贤太监 官职也没您的 但是你们可 但是你们可如此污蔑于我 那你说 你手中的银票 过何解释啊 哎 这银票是王公公调的 不归原主 有问题吗 没错 这就是本公公调的 孟大人这叫石金不妹 一派狐野 银票怎么能调出来呢 就是 钱财之物 有谁不会好好保管 这银子平时都能调 那银票为啥调啊 好 你孟硬 我人贪污有道 为你拼出 但是无论如何 你就是 如何贿赂 也入不得这金鸾殿 一个小小的县令 有何资格 稍后 我等会启动变相 定你 问您这 贿赂之罪 孟大人尽兴念圣 论中行赏 是陛下圣旨 三位大人 怕是无法阻拦 三位大人 我们不止打压孟大人 可别怪本尚书 回头太提了一本 皇爷 你的尚书之位 还未下道 行行行行 能不能容本官 说两句啊 两位大人啊 你们是否要谈何本官 跟贵赂之罪呢 不错 本玉是亲眼所见 岂能有假 没错 本尚书 也最看不上你们这些贪污的手段 可这银票 那的确是王公公掉 而且我怎么看 两位大人上前的时候 好像也掉了点东西 哎哟 本玉是的确掉了银票 本尚书也是如此 那两位大人 本官是否犯下这贿赂之罪呢 啊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本尚书也知道 梦县令 肯定会误归元祖的 哎呀 梦县令 您呐 是个好人呐 大胆梦厌 竟然在本项带前 贵赂越是大货合 我不上书 程程大人 这怎么能是贵赂呢 这分明是做好事 的确 孟大人 是在做好事 没错 我与李红大人 先进朝堂 等候宗位 等候宗位 好 看来我是小瞧你 不过 今天你无论如何说跑天 这尖鸾殿 是见不着的 没事没事 这殿本官不进了 哎 王公公是吧 王大人 等会陛下若是问起 这本官为何不在 你们如实说就是了 好说 好说 本尚书 背头就想想 如何参得丞相大人一本 本公公稍会也会启禀陛下 各位大人 陛下让小的男 赵孟先令去玉花园单独面圣 什么 是说入朝面圣吗 孟先令 虽然说丞相大人不让您进殿 但是我们替您拥知了陛下 不错 陛下说了 是有些不妥 哎呦 单独招你面圣了啊 啊 多谢两位大人了 哎呦 客气客气 这啥本相 孟先生 前方就是陛下所在 小的就先告退了 啊 谢谢啊 我还 这女爹 身材还真不错 嗯 陈云州安线孟业参见 住口 孟业见到朕还不跪拜 什么疯了快下来 动手 男女授受不亲 信不信真让人宰了你 本官这是在救你啊 你简直疯了女帝都敢假冒 假冒女帝 你连龙袍都没穿 大班再漂亮什么用啊 他敢自称皇帝 真以为本官会上当啊 我告诉你啊 你在这逗得不快就算了 要让其他人知道 这头怎么就落地了 这家伙 还挺关心正的 安心吧 我可是得到女帝许可了 女帝脑子抽了 让你假冒他 还不是你那些贪官歪理 让女帝火冒三丈不想见你 所以他太我来致命 然后 我就提了那么个建议 可惜 没骗到你 欠你 不见就不见 本官还不稀罕你 孟大人 这里可是御花园 万一你这些话传到了女帝 啊 本官刚什么都没说啊 放心吧 跟你认识这么久了 就算有什么 我也帮你挡住 那看就好 关系没百出 坐 对了 女帝这次找本官来 是有何事啊 此次何州灾情 你赈灾有功 女帝想要问你 想要什么奖赏 想要什么情商 哎 把云州三十万袋精良想活 大夏已经无粮了 就算补 要等明年税收后才能补 而且三十万袋 你最起码也要分五年才能补齐啊 女帝真想白嫖我云州粮食 你说什么呢 女帝这不是没办法了吗 所以补粮就算了 还是单独给你奖赏吧 没准成这样 嗯 那你说吧 想要什么奖赏 本官 想要你 本官 想要你 哎 下流 夏威玉 你女次了 别怪本官跟你搬脸啊 你好什么好 谁让你思想肮脏 我思想哪是脏啊 女帝给你奖励 你居然想要我 谁怎么想要这男人不 本官想要的是你妹妹青瑶 呃 哎呀 胖大人 你看你话都不说完全 哎呀 不好意思 你离个忙远点 全天天 别碰我 我一直都不碰你啊 哎 你你你下流 又关我什么事啊 是你自己身上来的坏的本官清白 你无耻 我哪无耻呢 说不是你刚才你还说 啊 夏威玉认识你 倒露我八倍的前面 今天这事 只有你我二人知道 若是透露出去 我让陛下斩你人头 哦好好好 嫌疑你站了 我让我们团备是这意思的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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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不在 正在金鸾殿 那小子是去找陛下 等等 这么着急 你有何事 刚刚得到消息 大岳祖邪王 率领大岳使团前来觐见 丞相大人 已派人邀请入朝了 什么 怎么了 觐见使臣不是很正常的事 若是其他妄创也就算了 可能大岳们 已侵略我大厦国土 与沈威元帅 早已交战多年 这次前来 必定是不安好心 不会有事的 拜托 这可是大厦京城 那些使臣若敢在子弟撒野 怕是连皇宫都走不出去 话的确如此 但奇怪的是 那奸相赵元安 竟然不起禀陛下 就让大岳使臣入朝 怕是有逆 赵元安勾结蛮要造反啊 那你赶紧跑路 万一京城打死人 就跑跑跑都跑不了 你真当陛下没准备吗 陛下早已派了京军 控制住了京城 那干嘛呢 你都知道的消息 赵元安岂能不知 他肯定用手段 管制禁军了 我还是先回云州啊 你的意思是 陛下有危险 废话 都这样的肯定打一仗啊 那你更不能跑了 女帝若遇险 我和新瑶身为皇上 肯定难逃一死 要不这样吧 本官这次入京呢 把特种大队给带 让他保护你跟青瑶 如若你们帝遇到危险 你们俩速逃回云州 至于本官我 先回云州做准备 你就对陛下这么没信心 我靠 那闹残女帝不出事才怪呢 这样吧 你等我一下 你还好 夏北月 本官知道 你想保护女帝 把这个东西带上 到了生死关头 再把他打开 这里面什么东西 你别管了 到时候就知道 本官去撤了 拜拜 哎呀 天员 大月使臣惊艳 大月索贤王巴格尔 见过大夏女帝 女帝 我真生的是 陈鱼落雁 碧月修花啊 哈哈哈哈 放肆 竟敢羞辱过大夏女帝 来人 把她给我拿下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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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松 你这禁军统领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丞相大人 有事分 哈哈哈哈 那就麻烦蒋统领 赵元安 你勾结禁军统领 是要报反吗 本相 这是在救诸位同僚 即陛下 赵元安 你放屁 陛下 陛下 阵军 放敌国之人入朝 来人 叫赵元安 给我拿下 今日 除了丞相之命 谁也不能进队金鸾殿 何敬 大内侍卫的人呢 陛下 当才大内侍卫 已经被禁军解决了 陛下 如今这满朝禁军 已被本相控制 草堂之上 就连一个苍蝇 背不出去 如今 若不是让左仙王满意 怕是 无人生还 赵元安 你敢叛国 这怎么叫叛国 这是臣 为保大夏根基啊 不错 赵丞相 的确是为了外救大夏国 朕看到的是 赵元安勾结你大岳 非 陛下可知楼兰古国 你被大岳所灭啊 什么 楼兰 来百年大国 忽然就被命 完了 大岳兵力 独自挑战 完了 完了 看样子 大岳有队大夏帮手啊 不错 本王此次前来 就是代表大岳 向大夏下战 说的 昨日 我大岳铁骑即将攻取青霞关 必同大夏 女帝 你若实相的话 乖乖投降 还能留你一条生路 暴死 当大夏怕你不成 如今 神威元帅还镇守青霞关 岂能容你入关 那夏神威 的确是个人物 祖我大岳二十年 那都是因为 我大岳投石和楼兰与大夏作战 现在 楼兰已灭 我大岳十万起计和兵一处 敢问那夏神威 拿什么能够阻挡 十万骑兵 这如何阻挡 大夏 这是要灭国了 骑兵 并不可 可怕的是 大岳有一半是攻骑兵 能守能打 方不胜算 哈哈哈哈 其实 众位 也不必惊慌 虽然 我大夏与大岳交战多年 也不是没有办法化戒 什么像大人 子番劫难 该如何化戒 巴格尔大人 虽然此次是来下战出的 但想必 也不愿两国 就此开战 不错 我大岳王本不愿再起争端 只要大夏答应我们的条件 我们可以罢兵 甚至还可以结为王谷 那大岳国 有何要求 两国将好 当然是以和亲为上 我大岳帝 怨取大夏女帝 放肆 就凭尔等白衣 才想去陛下 王大人 历代两国 向来以和谦为主 大岳已经兵长马壮 自是不能招人 陛下 若是驾于大岳帝 岂不最显国朝先议 到时候 不仅能停止兵戈 若诞下子嗣 两国并为一国 岂不成为千国家话 赵元 你是想把朕驾出去后 自己登基称帝吧 陛下 臣是为国着想 赵丞相 的确是在为下国分拥 当然 这和亲乃是第一条 这第二条嘛 就是你们让出庆下官 才有将下神威交给我们处置 白日做梦 我大夏岂能被怕护国忠臣 说 既然如此 那我大岳铁骑即刻入关 定杀得这朝堂 天家不留 陛下 报案不可得的大岳啊 网得大夏 鸡鸡可威啊 陛下 您身为女子 倘若 能出嫁之歌 未尝不是一步好奇 一群就拿饭带 朕绝不求饶 大岳要战就战 不错 我大夏何去一战 来人 把我们大人 带出去 这 赵元安 你敢参观 你不得好事 陛下 魏伯着想 你还是嫁了 否则大岳入关 此下祸端 你将是罪人 暴屁 赵元安 即日过后 朕必取你人同 看样子 陛下是执意不价 朕乃皇帝 出嫁一事 岂是你奸相可定 既然如此 就别怪臣而罪 来人 赵元安 你竟敢以蛮衣入朝 这哪是蛮衣 这是和谦的队伍 这就是我们大岳的勇士 他们二人联手 便能阻挡舞爵高手 现在十人聚齐 就等同于舞爵高手齐聚 现在就让我们大岳勇士 为我们大岳王 迎娶大夏女帝 众亲合一 陛下 为保大夏根基 您还是嫁了吧 不错 如今丞相开口和大岳国和解 我的 也是无能为力啊 好好好 真是一群魏国忠心的好忠臣啊 来啊 为陛下沐浴更衣 出嫁大岳 本班知道 你想保护女帝 把这个东西带上 到了生死关头 那把它打开 这家伙 竟然把加特林给震了 想要震家人 震刀要看看 今日谁敢拦我 哈哈哈哈哈哈 想不到女帝性格如此刚烈 孤身一人也敢反抗 不愧是我大岳王看中的女人 不过今日本王必须带你走 全给我上 让地空架大约 想逼老娘出嫁蛮夷都去死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打下女帝的武功怎么会露伤上去 加特林佛气 一切转三千六百转 该死的 他怎么把这夫妻传给了女帝了 还想跑 啊 哈哈哈哈 我一大小出情二代 你不能杀我呀 对啊 毕章 丞相做完 我的无关呀 毕章 你们两个老木死的玩意 稍后 这非要让你们去偷大份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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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陛下 您还是束手就擒 出嫁大悦吧不错 此处有进军千人 陛下啊 就算守时加特林也不可敌啊好好好 真实一切反对 朕今天就算死在这儿 儿等天机也别想得逞 啊 若遇到大量敌人包圍拉開鐵球上的 環讓我扔回去 堅持三盞差的時間 無論你在哪 關雲的特種大隊必會來救你 這消息 這字吧 哇 哇哇哩個怪怪 這小玩意兒 竟堪比火箭筒和迫擊炮 今天這非要讓你們瞧瞧 孟毅所說的恍麗威威威 板賊 刀子屎 筆娘 筆娘 筆娘饒兵嗎 快疼了 筆娘不是人啊 快疼了 筆娘不是人啊 這個 我們他娘的不是人 大同鄉 這女帝武功超絕 非凡人能敵 我須 先回大岳調兵 左賢王 讓我與你同去 不服色過了今日 辦相必死無疑 你要跟我回大岳 辦相要移近 而去青霞關 讓大岳前進 命入主席 好 怎麼了 孟大人 為何突然回雲州啊 今天不跑就來不及了 今日之內京城肯定開打 雲地肯定有危險的 不會吧 那可是金鸾店 陛下有大尼侍衛保護 什麼聲音 我現在這草堂是傳出來的 該死 夏威宇危險 手榴彈都用上了 什麼哥 金鸾還在宮裡 這皇宮鎧 這天下得大亂來 魏雲 清亮 死者在 你率領各種大隊 先去皇宮帶出夏威宇 記住 無論是誰 只要敢傷害威宇 一律擊斃 是 另外 再派出五個人 保護我們青苗 我們在城外 會合等你們回雲州 亮亮 打鼓 亮給我走 快 我手榴彈沒有了 怎麼加特林也不管用啊 你想這是立結了 看來加特林也不是無敵的 江統領 立功的機會到了 是的 趙龍子 你還想出手嗎 你與我夫妻犯下的 是叛國造賈之罪 必死無疑 知道如今 不如一不做二不消 幹掉女帝 換了這大甲天子 放個保護性命 幹了 陛下 加特林已不佑 如今誰也救不了你 道歉 朕當時在莽山 就應該讓孟姨殺了你 陛下 可是你錯過那次機會了 如今你一個女子 面對著大量進軍 你還能怎麼樣 還是乖乖的出駕大躍吧 朕今日就算死 也絕不會答應你嗎 可是 就算你變成一具屍體 家父 便會把你抬到大躍 死 你可殺成像就死 昆隊長 火焰小姐 孟大人讓我等 救你回運招 還果然是擔心我 不過在此之前 給朕殺了這群叛軍 陛下 把內侍卫已陸續脫困 前來交駕 你這大能蜜塔 還有臉來 陛下 還能盡快恢復朝堂秩序 殺了這群叛軍 朕看誰還敢動 魏焰小姐是當朝陛下 沒錯 關隊長 此事 萬萬不可向孟姚敬提起 關隊長 你若閉嘴 朕保你和特種部隊 加官進軍 可你若敢透露出去 朕扒了你的屁 走 走 陛下 這關軍絕對不會亂說 何進 配合特種部隊 拿下這群叛軍 陛下 就如此自信 就憑這點人 就想拿下我等進軍 什麼進軍 什麼人帥不在 你們還敢勾結奸相造反 當個叛軍 為六二等作甚 你卻不能留一次生機呢 戰機日差點死在這金鸾殿上 你還想要生機做夢 既然如此 那就別怪我等臣命了 我講宗習 那是一身武衣 朝法入聖 豈能 就這點失戀 他那麼多廢物 官員 不錯啊 就憑你這一槍 朕回頭賞你一個指揮使等等 謝陛下 關了 你這是要 發的 蔣宋已死 爾等還想反抗 王毅 隨朕重整朝堂 這 那個 陛下 孟大人還在城外等您 那朕 先去見他 等會這下子又出來 本官不打他屁股開掛 孟大人 姐姐不會有事的 怎麼會沒事啊 京城今日都這架勢了 那趙元安肯定連和那大約造化 這傢伙 還挺關心鎮的 柯姐姐是在皇宮 大廈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因為這樣 本官才這麼擔心 你說那女弟做了那麼多腦材事 死就死了 那不能拉著微月一半 就算她做不上本官的血 那好歹也是大女子 不能見死舊啊 你有本事再說一遍 競爭不安全 送回雲章 哎哎 我送回 趙元安造訪已失敗 我還要配合女弟 抓捕趙元安 抓什麼呀 他肯定跑了呀 什麼 這不可能 布大人 您可有什麼證據 這要啥證據啊 你們去找那個那個那個大約的使臣 他若不在那趙元 肯定他們一會兒跑了 小姐據大內消息 趙元安已遂大約使臣 你逃離警察 大內侍衛幹什麼事的 真的能讓奸相跑了 本官猜對了吧 咱們還是屬於宙吧 本官再猜一個 不出十日 這大約齊兵必將入侵大俠 什麼 這不可能 神威元帥坐鎮青霞關 怎麼可能會放大約入管 不錯 神威元帥坐鎮三軍四十年 又是陛下皇叔 就算再艱難 也必定死守青霞關 你們都這麼肯定 那本官更擔憂了 說不定 這青霞關已經失誠了 三平 周神哥也不讓你急忙 站住 站住 參見大人 青霞關失守 神威元帥中山昏迷 大約十萬鐵進入關 青霞關鎮守兵力有三萬大軍 怎麼會突然失守 一個月前大約別早有準備 聯合成相派人假傳善者 刺殺元帥 這才導致青霞關失守 這該死的趙躍安 絕對籌備多年了 不然 元帥豈能輕易中擊 神威元帥現在如何 你被將士們誓死救下 只是元帥終身昏迷 無法回京 現役安置在雲中 孟營 快回雲中 一定要救下神威元帥 不救 神威元帥跟我有什麼關係 元帥男我大廈護國忠臣 豈能不救 不錯 孟大人 神威元帥坐守兵官多年 是我大廈定海神針 絕不能讓他死 不然陛下跪罪下來 吳當神他不報我 哎呀你讓陛下自己救去 我是他保姆啊 什麼事都給他擦屁股 孟大人 神威元帥你必須得救 青瑤老婆 你給我一個理由啊 因為 神威皇叔是皇宅最大的長輩 我與姐姐乃至陛下 找到家人都得見過他同意才行 什麼 你怎麼不早說 老丈人重傷怒回雲中 皇叔 你怎麼樣了 見到陛下 皇叔 你重傷未遇就安心養傷 剩下的事情交給朕處理 陛下 來不及了 趁著身體已無力回天了 皇叔 我不想你死 青瑤 別哭 皇叔離死之前 定會 護你等安寧的 陛下 大約十萬鐵機入關 攻破了邊州 直奔雲州而來 他要直取青城 枉我大廈 你蘇去京城 搬秀兵 余之決戰 陈在這雲州 拼死 也要為大廈 爭取一個月的時間 豪叔 大廈 大廈不會亡國的 皇叔 你一定要撐住 快去 大廈已到了生死淳亡之際 我這條老命就是為大廈爭取時間的 老鄧 老鄧 你醒啊 何人 見到我等竟不跪拜 你都傷成這樣了還在拜關我 放肆 你 皇叔 你讓一堂不知道我的身份 什麼 那也不能如此放肆 娶娶一個縣陵 見到本帥 還不停安 這老鄧 別以為你是青瑤皇叔就能得寸進尺 本官又不是上門女婿 不吃瑞婿那一堂 什麼什麼女婿 皇叔 皇姐已經把我许佩格默帶人了 什麼 威月 就憑他油腔滑掉的樣子 憑什麼資格取青瑤 這 本官有什麼資格 本官連菜禮都出了 什麼 威月 此事當真 皇叔 真的 把菜禮退了 這小子 一看就不是什麼好東西 取取錢財之物就像取青瑤 做夢啊你啊 本帥絕不會同意 列祖列宗都不會同意的 哼 要不是你重傷在身 我真想告訴告訴你 花兒為什麼這樣紅 這菜禮退不了 本帥說退就退 要不是看大約入關 本帥一定代理三軍將士 找你好好的聊聊 呼 你當本官判了你不成 我退總大隊也不是吃素的 不願 退彩禮 退 對 黃叔 這菜禮真退不了 對呀 大人還挺不錯的 天陽老婆真好 天陽 你告訴黃叔 你真願意嫁給這先令 不後悔 不後悔 既然你一決 黃叔也不會阻攔的 畢竟 我時日無說了 謝謝黃叔 老鄧 跟你上來個事啊 什麼事 本官出生被財力 把威月爺取了 說一遍 我 夢印 把夏威月爺取了 夢 黃叔 你碰瓶啊 大夫 我黃叔傷情如何 伍爺小姐 我們按照孟大人的命令 已經給時尾元帥 注射了青霉素 不出一日 元帥也能夠蘇醒 若黃叔說他命不久矣 元帥傷情 主要是被刺殺後 傷口感染所致 若是其他的 確實無力回天 但是青霉素 絕對沒問題 那是當然了 此等藥物 本官花費幾百萬兩 研究的 現在合成也要幾千兩一支 所以這老燈啊 死不了 下去吧 那我就放心了 不過 黃叔正處於昏迷中 拉月十萬鐵旗 向雲州而來 該如何抵抗啊 這麼突然 雲下得大亂了 孟大人 孟大人 烈若冠 直取京城 朝廷一下子 令我等阻擋你 女帝不派兵 讓我雲州抵擋大月 不錯 如今 神威元帥重病 當下兵力群人勿首 我時間內 怕是沒有辦法出騙 我還要去通知三軍 孟大人 你盡快想想辦法 本官想好辦法了 你倆趕緊收拾收拾東西 隨我跑路 不是 你竟然要跑 廢話 十萬鐵旗 你預計自己不解決 讓咱們去送死 不跑等啥呢 你撂了那麼多銀子 這個時候不為國分憂 你還是這個人嗎 夏威元 本官是何人啊 是個大貪官啊 對了 那拯救天下 哪能是一劑貪官能解決的 所以 不跑等啥呢 可是孟大人 天下之大 也無處可逃呀 死吧怎講 若大月只取京城 大夏亡國 那勾結大月的趙元 必定尚未 到時候 會放過你嗎 哎呦 本官把這事都忘了 哎呦 這座街巷 真的不能好死 所以啊 孟大人就別想著逃了 乖乖的想辦法 租著大月鐵齊吧 哎呦 你開箱又在花銀了 又吹鬧了 你的意思是說 你有辦法攔住大月 廢話 那打仗打仗 你以為打的是人啊 那不都是銀子嘛 雖然本官銀子多 但跟大月一比 還真不好說 是嗎 如今皇叔重傷昏迷 如若陛下動用國庫 你是否有把我解決此事 這女帝就一個吝嗇鬼 兵都不願意派 還指望她能出銀子呢 大廈是窮 但這一仗必須要打 無論花多少銀子也值 否則 大廈必定汪國 如若是這樣 本官還真好辦了 你真有辦法 當然了 若是女帝願意掏銀子 本官這兒有三個價位 三種結果 看她怎麼選 你說說看 這第一種嘛 只要五百萬兩 本官保證 能把大月倒在雲州外 什麼 五百萬兩 大廈每年軍費也就才一千萬兩 那你讓女帝派兵了 派兵也得等皇叔醒來 你再說說第二檔吧 這第二檔嘛 不超所值 只要一千萬兩 本官必能击退大月 你這價格是崩了嗎 沒辦法呀 人工 彈藥 後勤 哪樣不花銀子呀 各種大堆的花費 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那最後一檔呢 嘿嘿嘿 最後一檔可就厲害了 此檔乃VVVIP檔 只要三千萬兩 本官派出秘密不棄 定能全监打月起命 若真能全监打月 去除大廈的一塊心病 那三千萬兩 倒也是挺值得的 哈哈哈哈 哎 真的假的 女帝藏私房錢啊 三千萬兩都拿得出啊 孟大人 你什麼眼神啊 你覺得三千萬兩 女帝會拿不出來嗎 行啊 那就好辦了 這門生意若是坍成了 本官分你們一成 那就是三百萬兩 不錯 女帝若想白嫖本官 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不出錢 這一仗我絕對不打 寧可逃到海外 你真是掉銀子眼裡了 本官就是這麼個人 要不是本官老婆 這門生意 我給你們 孟大人 我與姐姐商議一番 期待你們的好消息 好姐 孟大人既然保證能全监大獄 不如就給他了 事到如今 朕也只有相信他了 不過銀子大概不夠 國庫以及內褲湊湊湊 再加上最近吵架趙淵安的銀子 最多也只能湊出兩千萬兩 還差一千萬兩 你再夠了 可他要三千萬兩 孟大人開價 我們在你不砍架的道理 還能砍架 他都給咱們回扣了 說明這裡面的利潤大了去了 跟他混了那麼久 本公主早就摸托他 一會兒看我的 你人還沒嫁給他 倒和他越來越有夫妻像了 黃姐 什麼夫妻像啊 咱們快進去 嗯 好嘞 好了 孟大人 瑋瑜姐姐商量了一番 直到三千萬兩 貴了 什麼 青瑤 你在想本官啃價嗎 我們兩姐妹 倒是可以答應這個價格 但你想想陛下 他能嗎 也對 這陛下 估摸著八成也許 肯定不想掏銀子 要不然大夏也不會發展成 今天這個樣子 那你們說說吧 選擇哪一檔 準備出價多少 第三檔 出價一千五百萬兩 我們兩姐妹還要再吃一吃回扣 你們倆笨了 你教我們的呀 別管別人怎麼出價 直接對半 你 這次本官了 這價格絕對不行 本官還是收拾東西炮入碗 孟大人 就是個價嗎 青瑤 真不是本官亂開價 而是槍炮影響 黃金萬兩啊 本官招出秘密武器 全間大躍騎兵 差不多就一千五百萬兩 你算算 再給你們回扣 還有其餘支出 虧本生意 你們會做嗎 那你說吧 要多少 最低兩千五百萬兩 全款 夫君 真不能再拚了嗎 青瑤老婆 為夫真的想給你優惠 我真的是優惠不了啊 要不就憑你這身夫君 為夫早就答應了 那要不先付兩千萬兩 其餘五百萬兩 年後支付 不行 女帝上次欠我的贈災糧還沒還呢 我還指望她出五百萬兩銀子 誰信啊 姐 怎麼辦啊 大魚托打過來了 你們倆就跟本官跑路吧 這最後的五百萬女帝都湊不出來 這大下呀 怪咒也罢 五百萬兩 誰說B才拿不出 你就嘴上行 你操上來給我看看啊 這樣吧 你看我只五百萬兩不 你看我只五百萬兩不 此話怎講 你把五百萬兩補上 我去嫁給你 此話當真 自然當真 最後的五百萬兩本官出了 不你們都是本官的老 你還 不行 婚禮之事口說無憑 本官 非常擔憂 你還怕我賴賬啊 你若不信 我讓陛下下指 不行 那陛下的信譽本官更信不過 那夫君 你想怎樣嗎 本官這就去製作婚書 咱們簽字之後就算完成交易如何 至於婚禮時間 往後再 行吧 按你的意思吧 好 黃姐 你就這麼嫁給孟大人 她是不妥吧 如今朝堂癱瘓 大約十萬鐵器入關 皇叔又重傷昏迷 朕也只能信他 倘若孟應真的可以拯救大夏 朕嫁他又何妨 可別說松仁府了 就算是魏皇叔也不會同意這種婚事的 更何況 你和我同家一生 皇叔 你感覺如何 陛下 臣 我還沒有死啊 皇叔 大夫說您沒事了 不久之後就可以下床了 我的確感覺好多了 真是沒想到 這雲州 還有如此高明的大夫 皇叔 是孟大人救了你哦 什麼 就是 那個 憲令 不錯 皇叔 也確實孟應救了你 既然如此 把青瑶嫁給他 也算是有了保障啊 哦 老鄧 面子恢復不錯呀 羅肺看你救了本帥性命 今日非打你三十大 老鄧 這脾氣太暴躁了 正好你寫了 這婚書我做好了 正婚人就寫你吧 你這憲令 這就下了青瑶的婚約 家裡出城 良緣天定 今有孟印迎娶 下青瑶下威月簡 嗯 嗯 哎 老鄧 怎麼了 我幫你找 我的我砍了你 我被宰了你 哎哎哎幹什麼 不是哎哎哎哎 老的老的你別亂來啊 我下家嫡妻 我也文月清瑶良女 你還想東雪了 我想 哎哎哎哎哎哎哎不是哎不是 你哎哎哎哎我靠 我誰呢 你們皇室不還一女帝呢嗎 我靠你還說 我今天非要把你大喜發光啊 啊 你們難逃啊哎 你站住 不是 皇姐 皇叔這是好了 看這個樣子 應該是恢復了 那你還嫁不嫁給孟大人 婚書都寫了 嫁吧 那我們不能看著夫君 被皇叔砍死啊 啊 哎 皇叔 你聽我們解釋 所以 陛下為了五百萬兩 就嫁給那個湯瓜呢 不錯 為了大夏不王國 朕也只能選擇相信他了 豈有此理 那湯瓜除了有把加特蓮 三百支火筒 幾十個迫擊炮水榴彈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可是皇叔 就憑這些東西 孟大人救過我們很多次了 而且我覺得 有這些 這副大約夠了 青陽 你不懂軍事 你不懂軍事 那孟硬的熱武器 雖然厲害 可大約的騎兵 卻不同 除了鐵機外 還有天下唯一的攻擊兵 到時候 大約不盡損失 鐵機推進 攻擊雨劍 到時候 那孟硬的幾百 你如何抵擋啊 可孟大人 還有秘密武器啊 哼 說起這個老夫就來氣 什麼秘密武器 能對付十萬騎兵 還跟陛下要兩千五百萬兩 皇叔 若非趙元安投敵 大約十萬鐵機入關 導致兩國全面開戰 大俠豈能如此被動 哼 我就不信 那貪官他能守住雲州 老鄧 說本官什麼壞話呢 你的貪官 若是守不住雲州 我一定起州陛下 攢了你 什麼手啊 還守你 本官這次 要在雲州平原上 全監大約騎兵 什麼 你 你還要跟大約打一半 走 帶你們看看我的秘密武器 來看看吧 又粗又大 這鐵疙瘩 就是你所謂的秘密武器 當然了 本官這次 要讓大約騎兵知道 什麼叫做平原霸主 鋼鐵重流 大言不慘 你肯定想探護朝廷的軍養 貪污 只收那女帝兩千五百萬兩銀子 就派出這坦克 我還算他便宜了呢 若不是那大約 要攻打我雲州 本官才懶得派出這秘密武器 知不知道什麼叫大豪一銷 黃金萬兩 這東西好像是挺結實的 能保護我們也上戰場嗎 姐你瘋了 你怎麼能上戰場 如今大夏到了生死存亡之際 若守不住雲州 被攻入京城 火也不火了 貴玉 你怎能如此任性 老夫今天就是拼了性命 也要護你周全 不會是本官夫人 當真經過不讓虛美 能上戰場嗎 若是其他東西 肯定保護不了夫人的周全 但這坦克絕對無慮 本官給你們演示一遍 來來來 走走走 全軍出擊 怎麼樣 這鐵格子好像挺神奇的 感覺運良還不錯 老鄧 你腦子進水的 用坦克運良 氣善老夫也 若不能歼密大怨 本帥第一個先斬了你 呵呵 那你別想了 本官這銀子都花了 那小小大怨不是手道勤來 這東西真能擊敗大怨鐵琴 當然了 若不是炮單太貴 本官捨不得開炮 要不然真得讓你們看 什麼叫活力 孟大人 潘子來吧 大怨騎兵一比八雲州平野大營 不久不讓攻打雲州 終於來了 滅了他們 你崩了嗎 還主動出擊去攻打對方的營地 我靠 本官都出動這草客 還有健康火箭筒的火槍兵了 害怕一群騎兵不長 你東西再厲害又能如何 你只有区区五百人 如何在平原上面對十萬騎兵 萬一被大怨找到幾個全營 你落的不只是雲州 甚至連京城都保不住了 到時候我大廈就徹底完了 所以本官更要主動出擊 如今大廈人心惶惶 本官必須打一個漂亮仗 我信你 聽聽了嗎 老鄧 你 你 全軍聽令 準備出擊 昨天王 此次攻打雲州還是小心為上 趙丞相放心 此次你獻祭攻陷青霞關 給了大躍一個消滅大廈的機會 本王親自出征 就是為了不措施這個機會 至於這小小的雲州城 我大躍騎兵都已乍贏 對方如何抵擋啊 實不相瞞 縣令孟宴著實有些邪門 還想還是有些擔憂 大城下 你們大廈有一句名言 叫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草生 想必這就是你此刻的心態 我不管他什麼加特林 簡特林 本大王此次率軍入關 得要拿下雲州城 然後直取京都 祝你成為夏皇 哈哈哈哈 雲州一動 有五百兵馬在城門口集結 你確定只有五百兵馬 據前線匯報 的確只有五百兵馬 不過配有十座巨物 看起來像是工程之物 哈哈哈哈 對方的首領一看就是個白痴 在這平原用工程之氣對戰我騎兵 千金都把本人放在眼裡 既然他們來送死 把本王就成全他們 傳令 眾將士隨我 出擊 大人 第八兵馬一出零 怕不下外人 看 讓弟兄們佈置營地 準備營地 是 兩軍交戰 為何還不趕快拍拼出戰 本官這不是建好營地了嗎 就憑那盾浮亂貨 有什麼用 對方的可是十萬鐵七 那是火槍兵的防守陣地 有要用來防炮兵的 黃叔說的對 我知道火槍兵厲害 可哪也只有五百人啊 而對方可是十萬鐵七 那是火槍兵的防守陣地 這裡面可是百費差距 你這樣佈置 還是不妥 安了 這不還有坦克呢嗎 足夠了 你這限定 簡直不可理喻 假的要是王國 你就是內褲操 你說話給我注意點啊 若不是女帝給本官銀子 本官才懶得打誰仗呢 等我回去 非要讓她給我免三年稅 若是能拿下此贈 別說三年稅 十年都行 這可是你說的啊 小好本官發揮 倒是 他們來了 行 本官先就匯給他了 走 陛下 就憑那些個破頭爛體 你當真相信他們 見面大約 真信他 因為他 是朕挑選的夫君 罷了罷了 也只能相信他了 孟姨 壞我大事 打我此次 今日本相必取你性命 趙元安 好好的大下丞相你不做啊 為何非要叛國啊 還投靠這大約蠻蟻 這祖宗的臉啊 都被你丢尽喽 無知小兒 竟然如我大約 左下王 少安無躁 這孟姨 嚴賢狡詐 再這麼點人 怕是有埋伏 看他一遍 再動手 哎 孟姨 我趙元安 何來愧對祖宗一雙 若非女帝 不願意駕馭大約王 惹怒大約 何來兩國 兵馬上歌 趙元安 真是賊心不死 狠不能造殺了他 就是 還想讓我陪嫁 今天絕不能放過他 陛下 若真到了無法挽回之際 臣就算舍了性命 也要斩些金像的骨頭 趙元安 你他媽的真夠無恥啊 女帝雖說不怎麼樣 但好歹也是我大下的門面 你讓他嫁給蠻蟻王 那就好比你丞相的娘嫁給他乞丐 放死 你這小小的縣令 竟敢說我大約是乞丐 啊 對不起啊 說乞丐高估了你們 你們其實是隱 八個兒 今日定要取下你的縣令手機 雞電三軍 你們這些歪瓜烈枣 還想去個本關人 做夢 好好 我大約十萬鐵技 在你嘴裡稱了歪瓜烈枣 今日我定拿下雲州城 通城市 王爺 你若還為大俠百姓著想 那就束手就擒 讓鎖先王斬下你的人頭 否則大約騎兵 攻入圓州 普城之事由你而起 你將一臭萬年 趙元 你給大約當狗當習慣了去吧 這種話你也說得出口 本相有何不能說的 這是唯一的阻止屠城的機會 哎 你要戲皮的 等本關今日抓到你 必須找十個醜夫給你炸肝 才能解我心頭之恨 大軍交戰 這參觀還有心思搞笑 王叔 你是怕了嗎 怕 神威神威元帥 坐鎮三軍 豈虧害怕 青陽 戰爺已經做好準備 戰死在這雲州 黃姐 沒那麼嚴重 木達仁肯定會把他們打跑的 本相背後是十萬奇兵 而你只有區區五百人 還想抓半相 做夢呢你 做夢 本關可是連藏肌都帶來了 真是笑話 一個工程的小小的鐵疙瘩 就能擋我大約十萬鐵劑 看來你們對鋼鐵紅瘤不太尊重啊 你的嘴比你的頭還硬 今兒斬下夢翼頭龍者 賞黃金十萬糧 二郎們 啊 完了完了 這下開打了 黃金 這打人怎麼跟我想的不一樣啊 選舉開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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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這什麼東西啊 老的 本關讓你看看什麼叫做現代化戰爭 啊 啊 啊 這體軍 竟如此威力啊 全軍散開 用弓箭遠程弓箭解決了 副軍 這坦克也太厲害了吧 當然了 要不然 怎麼叫秘密武器呢 可是坦克 不會被弓箭打破吧 威月老婆 你說怎麼呢 連加特林都打不穿著頭 桑架啊 還弓箭 那豈不是能全見這面 這坦克 竟有如此威力 老夫若有意料 定能橫掃七國 橫掃七國 橫掃七國算什麼 能目光所至皆為下圖 好一個目光所至皆為下圖 能不能讓老夫也試試 好說呀 但老鄧啊 你看本官跟威月青陽這婚是 你小子喝得喝能 竟然先娶他們幾妹倆 老鄧 本官本來想的是 等見面大月奇兵之後 借你兩坦克來平息內亂 但現在看來 本官這個想法似乎是有點欠缺 這個老夫倒是覺得 青陽跟威月看人還是挺準的 老夫同意你們的婚事了 願意做你們的證婚人 成交 來 你來發號十六 按這個鍵 說話就行 好 開炮開炮開炮 爽爽爽爽 老夫今天要殺個七禁七叔 衝戰衛兵 開炮 開炮 左下王 快撤吧 否則全軍不滅啊 撤不了了 就算撤到平原 被這巨物追上 也是難逃一辭 事到如今 只能置之死地而後傷 全軍天亮 繞過巨物 支持運動 殺 啊 還能讓你們衝過來 哎 武建兵 開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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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所謂的任務清 這有如此威力啊 當然了 老邓啊 要不是這大月騎兵人數太多 而且這平原啊 又太過寬寬 單憑這幾二 本官就滅了大月 哎 這些東西能不能賣啊 老夫用來配備三軍 好說好說啊 只要錢到位 都是 黃叔 買不了 把陛下和皇宮賣的都不夠 等回京後 老夫再與陛下衝場旗 魔鬼怎麼全都是魔鬼 快撤 撤位全軍查棍 撤掉 老夫不是在做夢嗎 大月的十萬鐵器就這樣被全監了 王姐 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大月要敗了 大廈得救了 還沒完呢 得趙元安 抓 不錯 絕不能讓他再逃了 官員 是 用無人機鎖定趙元安位置 是 大人 趙陽的位置鎖定 案件接近大月營地 走 滅了大月營地 封 封 天 封建王全軍規伴如今有何計策 拿了糧草 逃回大约就是几十号 什么 不是说好了 让周本相拿下大厦皇位的吗 我不是你这个狗东西 深岸天气怎么会死在这云州 好你个八个 竟敢如此凶辱于我 将我赵元安献祭贡献青霞官 给你等大约骑兵入京大厦 可在这云州折取残杀 反倒怪罪于我 远不住你献祭贡献云州 狠王岂能算是如此残酷 就是你的错 好好好 蛮衣果然是蛮衣 欺软怕硬 要不是本王值得逃命 我一定值得活滑了你 光云 黑枪射死了八个 凭这功勋不得官升三级 这都是孟大人的功劳 算你小子识相 回头别忘了 给本官送银子哦 大使大人 多谢孟大人提吧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不过收银子 我靠 毕竟这机会可是本官给关云的 要不然岂能有这功学 孟大人的眼中只有银子 那 赵元安还在这屋子里 本官到时候准备举办一个拍卖 把这份功劳给卖出去 哇 完美 若是如此 草副军中还有几名军士 切得军功升级 不如我帮你联议联议 可以啊 老张 黄叔 他三代军功 你也要一起 不只开口不下 你随便说说 姐 可杀不得夫君哦 夫君大破满一骑兵 乃救过功臣 你不赏他都不行 我真还真想宰了他 赵元 本官宣布 被捕了 欢迎 本相栽在你的手里 不愿 要杀要挂 随你重振 啊 喉喉 杀你 我抓你 价格更高 你要对本相做什么 赵丞相啊 你看看 内乱罪 谋杀罪 造反罪 叛国罪 这哪一样 不是十恶不赦的罪名 所以 你身上有大大的军功 本官打算 把你当奉务的生意 把这些军功 给卖给你 谁有此理 才如此羞辱本相 我就羞辱你怎么了 啊 在八个面前 跟聊狗一样 都什么时候了 还敢跟不快丢嘴 所以啊 我最看不起 你这窝里厚的东西 到时候肯定给你 卖一个大价去 来咯 行不走 赵丞相 你若到处 此下课 王姐 夫君不会真打算 把赵丞相卖了吧 不行 军功岂能拍卖 绝不能让这种风气蔓延 黄叔 你速速回京 镇压朝堂 您让六部拟址 对云州大胜 论功行少 是 这其他人还好少 可夫君怎么办啊 这一次 朕必须要给他升官了 毕想 你真打算 招蒙也入朝堂 虽然说 这家伙是一个人才 在军事 经济内政方面 也无一不弱 可实在是太坦了 这云州 上下被他腐蚀的 蛇鼠一窝 就是最好的证明 方姐 那你打算怎么升 朕心中 早已有了主意 孟大人 你官全间大运骑兵 实属养我大厦国威啊 这孟大人 实属乃治理能臣 这次又成了救活之臣 必定是入了陛下的眼 纳入朝堂 成为我大厦官员的传奇啊 恭喜孟大人 本官才懒得去什么朝堂呢 在这云州不是挺好的 来来 别客气了 孟大人 这以你的功绩 不可能不升官吧 本官打算 把捉拿赵云安的功劳给拍卖 到时候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对了 九位大人啊 你身边如果资源的话 还望多给本官介绍介绍 介绍介绍 孟大人 这有些不妥吧 这有什么不妥啊 本官真不愿意去那朝经之商 见得脑残 你说什么 本官啥也没说啊 有种你再说一遍 女帝是什么 本官先溜了 整个三分 刚才接到消息 京城已获得云州大胜消息 圣志已在来的路上 啊 赵云安 本官还没卖出去呢 卖你个头啊 就老是在这等着 我说你脑袋里除了想着贪银子 还有其他念头吗 我还有你们姐妹俩 圣志到 黄公公 安县县令孟印何在 出来接旨 我家孟大人今日不在 把他喊来 圣志岂能不接 哎呀不如改日吧 孟印 在找死吗 华 华什么华 这就是孟印县令 宣度上旨 是是是 哎 你认识这台阶 让他回去吧 你给我老实接旨 父亲 你不接也得接 你不接也得接 宣旅 朕深感欣慰 又知云州一府 百姓安居乐业 生活富足 吃属旧事能辰 此此 论功行赏 以张其光 依此封 安县县令孟印 家关禁决 学生三级 此名 安国侯 官生五品 晋升海州太守 一月内 上任海州府任职 我靠 这怎么名声案 你这样一级掉任啊 这女帝太不是东西了 接上职还敢大不教 二 私逢云州太守王毅 官服二品 重回朝堂 长 立不上书之位 三 私逢安县捕快 官云 君生四敌 调任海州 四 海州指挥使之位 四 云州全体官员各生一击 亲此 孟大人 圣旨宣召完毕 我先走了 哎公公 能不能快了呀 这要把本官叫出云州 这和抄家有什么区别呀 哎 哎 孟公公 摄子能退了 哎 孟大人说笑了 还有一事 这是陛下秘诏 为房间向赵元安再次逃逸 命你三日之内 在安县刑场 将其斩首 啊 这女婷是不是知道 本官要把赵元安卖出去 我事情已经先办完了 我就先走了 哎 啊 呃 恭喜孟大人 这官升得如此之快 定会成为我大侠的传奇啊 何止啊 绝生三级 官生无品 再疯狂也没这么生的呀 谁稀罕呀 他奶 把本官掉到海中那个群地方 本官连银子都炸不出来 这是陛下对你的赏赐 我才不要呢 啊 我拿他女帝两千万两 不挖这么大一坑啊 还是做好准备 让让海中害手吧 父亲 记得快快展了招眼 夫人 别走啊 呃 孟大人 那我也赶紧收拾收拾 去竞争上任了 啊 孟大人 此次分别不知何时再见 不如今日我等 痛饮一场 哎 就当吃顿散伙饭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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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云 你乃大下丞相 却勾结大约 蓄意卖国 你可知罪 乱相 只不过是成王败寇罢了 哪里来的成王败寇 无非就是残害土方 出卖大下 自私自利的卖国贼 对 接党医私 更让僵徒 谋权篡位 傻的都是便宜的 够东西 你柔权就把你把给破坏了呀 你我 还过来 你够东西 够东西 够不够好 啊 若不是 咋 就够东西 你够东西 我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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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将 赵云 都死到临头了 你还不知悔改 若不是你这县令坏了本乡的大事 这大下早就姓赵了 哎 你当本官乐意管你啊 要不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 想杀薇月和青瑶 本官绝不蹚这趟浑水 说句掏心掏肺的话 你一丞相高高在上 非要和两位皇上过不去做事 你以为他们俩姐妹 就是皇上 为了保护他们 才与我作对的吗 那不然呢 不是本官说你啊 你造反就造反呗 你一丞相非要杀皇上 你太没不格了 你要光与女帝一人过不去 本官绝不拦着 皇上 你以为他们姐妹俩 就是皇上 黄姐 这招员安怕是疯了 不会暴露我们身份吧 暂时还不能让孟赢知道我们身份 立刻想想 孟大人 世上到了快醒醒吧 那就准备问斩吧 老头 别笑了 马上就要问斩了 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本小卓是想不到 真地大业 竟然毁在你这区区县令中 正想不到的是 你还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那不就是皇上吗 啊 不过他们姐妹二人 毕竟与本官已计结婚书 另一层身份 就是本官的老婆 你当夏威月和夏清尧 我嫁给你吗 他们姐妹俩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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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上 世上 终于死了 顾鲁在这庄场建个石像 将他骨皿埋下 让他一空万年 好 好 后主意 不要没钱 打扰他一分钱 一分钱 好 咱那个奸相 真是类似本官 附近 该前往海州府了 不去也得去 那女帝 给本官挖的大壳 你若真这么厉害 能把海州治理好 陛下绝不吝啬赏赐 那女帝国库的银子 还没本官多呢 本官才不欣赏她的事 我去跟百姓交代一下 孟大人 这是要走了吗 本官被女帝升官了 上任海州太守 孟大人 你不能走啊 是啊 孟大人 你走了 我们可怎么办呀 孟大人 孟大人 你可不是事人去我们呀 孟大人 一群刁民 酷个屁 本官是被升官了 孟大人 我们是真的舍不得您啊 孟大人 我们做的葡萄 你还没有逞过呢 是啊 孟大人 行了 别哭了 能出伤了 本官又不是死了 是被升官了 行行行 孟大人 孟大人 这家伙 比朕还如此得名心吗 孟姐 我想哭 能不能让孟大人 留在云州啊 不行 并非朕故意如此 而是他有大宅 大夏其余地方的百姓 需要他 秦阳 你别忘了 赵元 虽死 但提拔他的人 是谁 这一日 云州百姓 百里相送孟宁 孟宁宁 宁宁县令 上任海州太守 网儿见过太后 赵元 安 终究还是败了 启禀太后 义父创围失败 已在云州安县 被刑场问着 哎呦 连个小丫头 都解决不了了 明日起 欢迎讲 催眠天照